江城 盛夏 暴雨连下了一个礼拜 苏家别墅门口 刚查出怀孕的苏浅被苏家庸人拖出别墅 扔在了暴雨里 雨中的他趴在地上 双目寒泪 隐忍地望着别墅大门的方向 苏老爷气愤地站在门口 对着苏浅破口大骂 苏浅 你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当初要不是算命地说你是锦里转世 可以给苏家带来好运 老子会把你领回来吗 这些年好吃好喝自吼 结果都喂狗了 你这些年都给苏家带来了什么 老子真是倒八辈子血没了会把你领回家 看看你满脸长疤 又丑又恶心 要不是顾老爷子指定让你嫁到顾家去 以为这么好的婚事能轮得到你这个丑八怪 你倒好 被男人搞大肚子不知检点 狗都没你这么贱 我看你根本就不是锦里 你就是个扫把星 来人 把这个扫把星给我扔出去 谁敢放他进来就一起给老子官 苏家以后再也没有苏浅 他不是我们苏家的人 碰的一声 鼻竖大门关上了 苏浅的眼神中透着绝望 他一只手扶肚子 一只手撑地艰难地爬起来 这时 一只脚突然向苏浅的小腹踹了过来 他当即便摔在了水坑里 泥水模糊了他的眼 耳边只有女人的笑声 这声音不是别人 正是苏浅的妹妹苏雨菲 和他站在一起的 还有顾家三少爷顾一行 苏浅的交往对象 以及结婚对象 顾一行搂着苏雨菲的腰 俩人贴在一起很暧昧 苏浅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行哥哥会娶你吧 苏雨菲无嘴笑 瞧瞧你现在的德行 一行哥哥怎么会娶一个脸上长胎记的丑八怪呢 丑 苏浅知道自己很丑 他半张脸全是红色的胎记 其实他一直没有自信 甚至有些自卑 顾老爷子安排他与顾三少爷顾一行交往时 他不是没拒绝过 但顾一行却说他不在意 他喜欢他的心灵美 哈哈 果然 男人的话都是狗屁 什么心灵美 不过是他骗你人和他上床的手段而已 苏雨菲蹲下 捏住苏浅的下巴 瞧瞧你长得有多丑 一行哥哥说他看到你这张脸就想吐 要不是顾老爷子非让一行哥哥娶你 你以为他会陪你演这么久的戏吗 不怕告诉你 一行哥哥一秒钟都不想跟你待在一起 对了 就连你的清白也是一行哥哥找人悔的 没想到你这肚子还挺争气的嘛 这么快就划上了 听说那个男人又老又丑 跟你倒是挺般配的 丑八怪和丑八怪在一起 门单互对呢 苏雨菲一把江苏浅水坑里 起身挽着顾一行的胳膊 一行哥哥 你不是有话要跟苏浅说吗 顾一行开了口 很不耐烦的样子 多看苏浅一眼都觉得脏眼睛 既然你都知道了 识相的就去找爷爷把昏退了吧 大家好聚好散 看在你陪我玩了这么久的份上 这张支票就当是你的辛苦费了 顾一行扔了一张五十万的支票给苏浅 他从来没喜欢过苏浅 完全是破语老爷子的压力勉强和他交往 虽然苏浅长得丑 但他身材好呀 前凸后翘 晚上关了灯也能上 结果这丑八怪还装上了 交往期间连手都不让他啦 呸 他本来就是勉为其难 他还真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转身 顾一行和苏雨菲开着豪车去私混了 大一把支票临透了 雨中的苏浅捡起支票葬进华里 他双手捂着肚子 一不一艰难地离开了苏家 五年后 从老国飞往江城的飞机上 苏浅单手冲着脑袋 一头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 慵懒地坐姿偷着些许魅惑 从他上飞机开始 便引得飞机上阵阵骚动 就连飞机上的南瓜物园都想要他的电话号码 苏浅本人却心无旁骛 睡了一路 没眼未曾抬一下 清冷的他不识人间烟火 宛如掉落凡间的仙子 飞机开始往下滑行 苏浅耳边是儿子苏小胜酷酷的小乃音 妈咪醒醒 我们到了 A 苏浅懒懒地换了个姿势 出站口 苏浅戴着墨镜 单手托行李箱 一只手举着手机再给闺蜜打电话 身后跟着苏小胜小朋友 酷酷的小帅哥戴了和妈咪同款的墨镜 托着他的小行李箱 一大一小 颜值超高 妈咪 干嘛还没到吗 苏小胜一脸严肃地看了眼儿童手表 他是不是记错时间了 齐聚文学 在来的路上了 苏浅扶了扶墨镜 与此同时 顾家三少爷 顾一行已来到了机场 他是专门来接苏浅的 苏浅不在江城的这五年 顾一行好不容易说服老爷子退婚 听说今天苏浅的飞机 顾一行便放弃他的花红酒粒来机场接人 等他接到苏浅 便第一时间带回顾家退婚 他盼这一天可盼了太久了 机场的人很多 接机的人也很多 顾一行怕苏浅看不到他 手里举了一个很大的牌子 一边往人群里挤 一边给苏于肥打电话 那个丑八怪到底有没有下飞机 没看到人呀 一行哥哥 苏浅就是今天的飞机 已经下飞机了 你再找找看 好吧 好吧 顾一行懒洋洋地挂了电话 一个丑八怪也配让他亲自来接 要不是为了退婚 他宁愿去上条狗 也不会在苏浅身上浪费时间 这时 他看到了站在出站口的苏浅 以及和他站在一起的小男孩 顾一行直接就傻掉了 富白貌美搭长腿 虽然结婚了 但却比那些未婚女人更有魅力 已婚女人能长成这样 绝对是贵妇圈的极品呀 一向好色的顾一行 见到美女就想搭讪 已婚女人也不想放过的他向苏浅走了过去 自认为很酷地用手拔了一下头发 开始搭讪 没你 在等车嘛 苏浅眉头微微一皱 没想到回江城的第一天就在机场遇到了顾一行这个渣男 显然 他并没有认出他 确实 现在的他与五年前那个丑八怪差得太远 脸上的胎记去除了 皮肤又白又嫩 虽然孩子四岁了 但看起来却像个十八岁的小姑娘 我的车就在那边 要不我送你吧 我这人就喜欢跟长得漂亮的美女交朋友 这时 苏浅的闺蜜玲玲来接她了 姐妹儿 上车 苏浅冷艳地拖着行李走过 行李箱从顾一行的皮鞋上故意压了过去 看都不看他一眼的苏浅孤傲中透着绝美 顾一行知道他是故意的 不但不会生气 甚至拍手叫好 渐渐地说一句 麻烦您再把这只脚也压一压 叔叔 我妈咪不喜欢你这种男人 苏小胜淡淡地说了一句 为什么 顾一行问 苏小胜单手扶了扶墨镜 果断又拽苦地说了两个字 太贱 顾一行 接苏浅的车开走了 顾一行还在回味 他一边走一边给哥们儿打电话 兄弟 你猜我今天在机场遇到什么了 你不是去接苏浅了吗 我没见到那个丑八怪 不过我遇到真爱了 这次这个绝对正点 刚好长在我的审美上 你知道那种突然一下就爱上的感觉吗 哥们儿这次沦陷了 我决定了 这辈子非他不娶 顾一行满脑子都是刚才苏浅那 副对他爱搭布里冷艳的样子 简直太美了 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苏雨菲 顾一行上车 按了免提 那个骚货算什么东西 我压根儿没打算娶他 今天这个比故于肥美一万倍 不说了 我得赶紧跟苏浅那个丑八怪退婚 然后寻找我的真爱 你就祝福哥们儿吧 一个小时后 林林的车停在了苏家别墅门口 苏浅五年前是被苏老爷从这里扔出去的 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当时苏老爷对他讲的那些话 浅浅 要我陪你一起进去嘛 林林不放心 苏浅摇头 你带小生先去酒店吧 我办完事后去找你们 真的没事 苏浅笑得很淡定 当然啦 你以为我还是五年前的我妈 林林知道苏浅现在变老 他很厉害 浑身都是马甲 完全可以独挡一面 也怪苏老爷眼皮子浅 把苏浅这块宝扔了 不然苏家何至于倒霉成这样 苏浅下了车 他手里提了一个药箱 换了一身白大褂 他今天回苏家是以另一个身份回来的 自从五年前苏浅被赶出苏家后 苏家就一直倒霉 苏老爷的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 完吉缠身四处请民医 正好请到了苏浅这里 苏浅拿着高额报酬 从老国费了回来给苏老爷看病 当然 他回国不止这一个原因 他当年在国外产子 其实生的是双胞胎 但不知为何另一个孩子会被人抱走了 苏浅最近刚查到 他的女儿在江城的丽家 他这次回国的主要目的是 从丽氏财团总裁丽锦臣手里 把女儿夺回来 然后带出国和他一起生活 别书里 小姐 夫人 挨押医生到了 佣人通转 苏夫人像是看到了希望一般 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迎进来呀 别怠慢了挨押医生 快呀 睡 夫人 佣人赶紧去营 苏与斐坐在沙发上刷短视频 妈 你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不就是个医生吗 咱们花钱请他来看病 咱们才是金主 他拿我们的钱替我们办事 怎么还要看他脸色了 苏与斐也是不能理解妈妈的操作 一个破医生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得亲自去营 苏夫人瞪着女儿 你懂什么 人家挨押医生可是全球最权利的外科医生 年轻有为 听说还是个女生 年纪跟你差不多呢 瞧瞧人家 小小年纪就是专家了 再看看你 五年了还没嫁进顾家 顾一行睡到没少睡 他可说过要娶你 苏与斐不高兴地扔下了手机 他在厉害说破了天也就是个医生 能跟我比 还有 一行哥哥不娶我是我的错吗 还不是怪苏浅一直不退婚 一提到苏浅那个贱人就来起 苏夫人亲自去营了苏浅 五年了 苏浅又回到了这里 以前的记忆如潮水一般往大脑里有 他对这里不是没有感情 以前的他以为大家都对他好 苏老爷对他也极好 他以为自己很幸运 遇到了一个好人家 直到后来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他被苏老爷赶出了苏家 他的未婚夫算计他 和苏与斐搞在了一起 苏浅在那个大雨磅礴的夏天才醒悟过来 一切的好都是假的 你就是挨压医生吧 久仰久仰 苏夫人伸手 与苏浅握手 但苏浅却并没有伸手 冷冷地说 我没有与人握手的习惯 苏夫人 可能年轻有为的成功人士多少都有些怪癖 苏夫人笑着说 大老远把挨压医生请过来真是辛苦您了 老爷就在楼上 还麻烦您上去看看 他是老毛病了 最近心情一直不好 停频发作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 苏浅点头 与苏夫人一起上二楼 他淡淡地看了眼 坐在沙发上刷短视频的苏与斐 苏与斐与苏浅对视上 虽然苏浅戴着口罩 但他的眼神很犀利 内容很多 并且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苏与斐心里咯噔一下 脑子里下意识地想到了苏浅 这个挨压医生身上有苏浅的银子 难道是他回来了 不 不可能 苏浅是个丑八怪 长得丑还不会打扮 与挨压医生的气质完全不符 二楼 苏浅故意压低声音 不让苏夫人听出来 加上他戴着口罩 以及变美了 没有人认出他 苏老爷最近心情不好的原因是 苏夫人叹气 还不是因为生意上的事情 苏浅懂了 苏老爷这是背弃的 他一向把钱财看得比人命还重要 不然当初也不会把苏浅从孤儿院接回家了 不就是迷信吗 想发财 其实苏老爷把苏浅带回家后 并不是没有转运 苏家的生意一直蒸蒸日上 是苏老爷的要求太高不知满足 总喜欢跟别人比 尤其喜欢跟老同学老朋友比 看到别人比他更有钱他就急 一着急就觉得是苏浅的经理体质有问题 苏夫人 我现在要进去给病人看病 麻烦你在外面等候 苏浅说 苏夫人明白 医生看病都不喜欢被打扰 何况这位挨压医生不是普通医生 您既能这么大肯定有特残的手段 只要能把病治好 一切都按他的意思来 苏浅走了进去 苏夫人把门关上了 站在门外等着 这时 苏于肥也上了二楼 一脸的心神不宁 妈 你有没有觉得挨压医生跟苏浅有点像 她刚刚上楼的时候看了我一眼 那个眼神太像了 像吗 苏夫人笑了笑 苏浅又丑又土 这个挨压医生虽然戴着口罩 但一看气质就知道是个大美女 苏浅那个土便能跟挨压医生比 宝贝女儿 我看你就是听说苏浅今天回国了 你开始担心了是不是 放心吧 她回不回来都是一样的 顾三少肯定是会跟她退婚的 你才是顾三少想娶的太太 苏浅连给你提鞋都不配 不用担心 哎 苏于肥点头 妈妈说的对 苏浅只是苏家的养女 五年前就被爸爸赶出家门了 就算顾老爷子再喜欢她也没用 顾三少才不会娶一个丑八怪回家当太太呢 房间里 苏浅就站在苏老爷的床头 苏老爷病得很严重 卧床好长一段时间了 脸上瘦的只剩下一层皮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苏浅真不敢相信曾经那个要强的 苏老爷会变成这样 他曾经应该想不到自己会有今天吧 苏浅在想 从他离开苏家开始 苏家就一直在走没运 从不迷信的他也开始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有锦里体质了 你就是挨压医生吧 苏老爷打招呼 苏浅摘下口罩 清朗地看着苏老爷 苏老爷 好久不见 我与挨压医生应该是初次见面吧 苏老爷一边说话 一边把脸转过来 他看到了苏浅的脸 很美的一个女医生 除此之外 苏老爷根本就没认出苏浅来 怪他现在变得太美 气质也变了 连说话都带着一股狠利劲 苏老爷根本没往那方面想 门外 苏夫人和苏与肥一直守在外面 妈 看病需要这么久吗 会不会出问题呀 苏与肥问 不会的 挨压医生是专家 如果连他都治不好 你爸爸就真的没救了 苏夫人话音刚落 房间里便传来了苏老爷的喊叫声 啊 啊 听着撕心裂肺 像是被虐待了一般 苏夫人赶紧推门 但门被反锁了 他也进不去 只能在门外干着急 挨压医生 是出什么事了吗 老爷怎么喊得这么厉害 挨压医生 挨压医生 碰的医生 苏浅开了门 他的双手沾满了苏老爷的鲜血 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味 苏夫人和苏与肥都被吓了一跳 苏浅却是若无其事地随手摘下手套扔进了垃圾桶里 苏老爷的病已无大碍 方才不过是给他做了个小手术而已 苏夫人一听 瞬间松了口气 苏浅自然没告诉苏夫人 他在给苏老爷做手术的时候没有麻药 此时苏老爷已经腾晕过去了 但苏浅是真的救了苏老爷的命 小小地惩罚了他一下 念在儿时时苏老爷把他带回家 给了他一个家 今日就他算是还了当年的养育之恩 从此以后 苏浅与苏老爷再无关系 他是死是活都与苏浅无关 多谢挨压医生 于斐 快去给挨压医生倒杯茶水 苏夫人说 不必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苏浅提着他的药箱下了牢 在苏夫人进房间时 他便提前戴好了口罩 所以只有苏老爷看到了他的脸 对了 苏浅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对苏夫人说道 苏老爷的病暂时没有大碍了 但难保还会复发 苏夫人一听 立马紧张了起来 哎呀医生 你不是神医吗 不是听说只要你治好的病人都会没事的吗 怎么老爷就不行呢 苏浅的话还没讲完 苏老爷这是心病 能不能痊愈全靠他自己想明白 依我看 若是再复发 怕是会直接要了苏老爷的命 所以尽量平时多注意 苏浅故意把情况说得严重 吓唬苏夫人 苏夫人赶紧问 那依你治见 应该怎么做 散财 苏浅讲完 嘴角勾起一抹幅度 倒是很期待一向财迷的苏老爷 会不会为了自己的病争的散财 怕是比拔他的皮还难受吧 于斐 还愣着做什么 去送苏雅 哎呀医生 我送你吧 苏于斐跟着苏浅一块儿出去了 别墅门外 顾一行的车刚好开了过来 自从在机场见到苏浅后 他的魂也被勾走了 满脑子想的都是他 顿时觉得苏于斐太丑了 现在连上他的心思都没有 顾一行从车上下来 刚好与苏浅遇上 虽然他戴着口罩 穿着白大褂 但他那双会勾魂的眼睛 他却记住了 顾一行第一眼便认了出来 他就是今天在机场遇到的美女 顾一行又只冷了起来 原来你是医生呀 难怪长得跟天使一样 顾一行走了过去 素浅淡淡地看着顾一行这个渣男 很无语 他女朋友就在这儿呢 竟然还可以当着女朋友的面 勾搭别的女生 这种男人也真是见得够够的 先做我介绍一下 我叫顾一行 顾家的三少爷 这是我的名片 有时间大家约出来出个饭呀 顾一行双手递上名片 素浅却看都没看一眼 淡淡地说道 不必了 他对渣男不感兴趣 你在哪家医院工作 我找你去看病呀 顾一行追着问 素浅已经上了车 我不负责精神科 车子开走了 顾一行眼珠子都快沾苏浅身上了 这就是缘分呀 一天遇到两次 肯定是老天爷安排的姻缘 顾一行沉浸在他的追魅世界里 完全忽略了一边的 素浴斐气的脸兜子了 他不是不知道顾一行花心 但人家是顾家三少马 长得帅又有钱 所以他平时忍忍就算了 想着结婚后他总会老实一点 谁知 他竟然当着他的面泡妹子 但为了顺利地嫁进顾家 素浴斐只能先忍着 他收起难过 笑咪咪的晚上顾一行的胳膊 一行哥哥 你今天在机场接到苏浅了吗 别提了 那丑八怪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没等到人 顾一行说 素浴斐故意往顾一行花里几 用他的身子去蹭他 不会是苏浅不想退婚 所以偷偷地躲起来了吧 那可不是他说了算的 这婚我退定了 顾一行说 素浴斐笑着 软弱无力的小手伸进了顾一行的衬衣里 慢慢往下 那一行哥哥退婚后呢 你有什么打算呀 是不是就该娶他了 素浴斐的小手差一点点触碰到了顾一行裤裆里的低线 顾一行突然把他的手抽了出来 我还有事 先走了 退婚后 他当然是要去追求真爱了 现在他已经知道那个美女是医生了 江城大小医院就那么几家 想查一个美女医生还不容易 酒店 苏浅的车停在了门口 他把车钥匙扔给酒店工作人员 一边往酒店里走 一边往给闺蜜打电话 汇报刚刚的战况 这时 一个皮球滚到了苏浅的脚边 他蹲下 下意识地捡了起来 然后便看到一个粉雕欲折的小布点向他跑了过来 说话奶生奶气的特别萌 阿姨 这是我的球 苏浅把球递给了小丫头 下一秒 小丫头便扑进了他的华里 把苏浅吓了一跳 因为小布点看到了苏浅的脸牙 妈妈 你是妈妈吗 苏浅愣住了 他这次回国除了是接到苏家的单子 替苏老爷治病之外 他更重要的是找自己的女儿 但这件事情是秘密 他连苏小生都没有讲 因为女儿在立家 他要跟江城最厉害的男人抢女儿 但这个小布点怎么会叫他妈妈呢 苏浅把小布点放在地上站好 很有耐心地问他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呀 可以告诉阿姨吗 我叫栗子墨呀 爸比都叫我默默 栗子墨小朋友再一次扑进妈妈话里 虽然妈妈自称阿姨 但他一点也不怪妈妈 他肯定是在生爸比的气 妈妈 你是专门回来找默默的吗 默默好想你哦 太棒了 终于抱到妈妈了 栗子墨可太喜欢妈妈身上香香的味道了 妈妈真香 喜欢妈妈 苏浅的眉头再逐渐地收紧 收紧 他非常认真的问栗子墨 话语中带着哽咽 那默默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呢 栗子墨好奇怪地看着妈妈 果然妈妈是在生爸比的气 栗锦诚呀 不过都不重要了 栗子墨小可爱双手挂在妈妈的身上 妈妈 默默好想你哦 每天每天都好想妈妈搭 每天晚上都抱着妈妈的照片睡觉觉搭 苏浅 还有她的照片 什么情况 她不知道照片是怎么回事 但她现在可以确定怀里的小丫头就是自己的女儿 苏浅用力地抱着她 女儿真软萌 怎么办 她现在真想直接抱走默默 然后迅速订一张机票逃出国 这么做立锦诚应该抓不住她 这时一个穿着像女佣的女人跑了过来 小祖宗呢 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别到处乱跑 坏人可多了 万一让丽总知道 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女佣从苏浅花里抱走了 栗子墨小可爱 苏浅好舍不得呀 她还没抱热乎的女儿 就这样被抱走了 妈妈再见 苏浅挥手 嘴巴张了张 眼睛粘在了默默的身上 宝贝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 小小姐 你刚刚叫那个女人什么 这话可不能让丽总听到 怎么能随便叫陌生人妈妈呢 女佣告诉丽子墨小朋友 丽子墨小朋友正乐呵着呢 但她也不傻的 知道跟你佣阿姨通气 让她不要把刚刚的事情告诉爸比 女佣自然不会讲 她可不想惹丽总不高兴 整个丽家 谁不知道丽总最讨厌的 就是子墨小小姐的生母 曾经有个不知好歹的庸人 无意间提了一句 第二天就失踪了 这一丽子墨小朋友嘛 她当然有她的心思了 根据她对爸比的了解 肯定是她与妈妈感情不合 所以才把妈妈气出国的 妈妈现在好不容易回国了 她才不会让爸比知道呢 万一又把妈妈气走了 谁陪她一个妈妈呀 苏浅走到酒店门口 她远远看到小丫头上了一辆劳斯莱斯 车里坐着一个很精致的男人 纯手工高定西服 轮廓分明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给人的感觉冷冷的不好惹 但当她把小丫头抱在怀里 由着她把她定型好的头发揉成鸡窝时 她却没有发脾气 反倒是一脸慈爱的样子 她是丽锦臣 苏浅认得她 车子已经开走了 她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要跟这个男人抢东西 至今为止应该没有人抢过她吧 丽锦臣的车里 车上放了很多的学习资料 奥数 心算 英语 语言 逻辑高 丽家是将成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他们很注重下一代的培养 家族里的所有小朋友 像丽子墨这么大的 都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平时会参加各种国际上的比赛 拿奖拿到手软 而丽子墨小朋友 身为丽锦臣的独女 却胸无点磨 大字不识 一看书就犯困 每年家族里的所有同龄小朋友 都会参加家族里的考试 眼看又要开始比试了 丽锦臣犯愁 但车上的书并不是丽锦臣买的 而是丽夫人买的 让丽锦臣监督子墨学习 这次家族比试 无论如何也不许再垫底了 爸比 这些书是给我买的 丽子墨小朋友的脸比苦瓜还苦 他挂在爹地身上 明明在跟爸比聊天 他却露出一脸傻乐呵的表情 还在回味刚刚和妈妈偶遇的场景 妈妈真的太香了 好喜欢他身上的味道呀 对了 刚刚是在酒店遇到妈妈的 是不是说明他淡在酒店里 那以后是不是去那家酒店 就可以看到妈妈了 丽锦臣点头 奶奶给的 子墨又问 哎 丽锦臣还是点头 女儿其实特别聪明 担心思就不在学习上 可是我看书就头痛的 丽子墨小朋友的话还没讲完 丽锦臣已经松了口 不想学习就不学了 本来这些书也是丽夫人给的 不是他的意思 子墨有先天性心脏病 他身体一直不好 这些年丽锦臣一直在让人找合适的心脏 四到五岁是最适合做心脏手术的 心脏上个月已经找到合适的 眼下还差一位心脏手术方面的专家 丽锦臣已经让助理去联系 阿国最权威的心脏专家 挨压医生 等时间敲定下来 即刻给女儿做手术 等她身体方面恢复得差不多后 再慢慢叫也不迟 这时 子墨突然从爸比身上支棱了起来 我没有说不想学习呀 爸比 我突然想明白了 我要好好学习 我要给你争光 丽锦臣 这还是他那个一看书就犯困 成天张牙舞爪 连邻居家狗毛也拔的女儿 目的 丽锦臣问 他可不相信子墨真想学习 丽子墨小朋友当然是有条件了 他嘿嘿地笑着 我是觉得刚刚那家酒店的饭菜好吃 所以 想用来跟爸比作为交换条件了 只要爸比答应我 每天晚上都带我去酒店吃饭 我每天回家都认真看书 好好学习 争取给爸比争光 让你有面子 好的 子墨其实是想见妈妈了 丽锦臣仔细回想了刚才那家酒店的饭菜 他刚刚也吃过 没觉得多好吃 只能说和他们平时吃得差不多 但子墨说喜欢 便由着他吧 他很快就要做心脏手术了 丽锦臣其实特别害怕 怕手术会出意外 怕失去女儿 对他的踪笼变多了些 谢谢爸比 你真是全世界最好最好的爸比 爱你达 丽子墨小朋友巴打一口 亲在爸比的脸上 脑子里想达 确实以后每天都可以见到妈妈 往妈妈华里扑的画面 想想就觉得好美好达 丽家老宅 丽锦臣的车停在了别墅门口 刚走到别墅门口 便听到里面的弹笑声 是丽夫人和堂妹 丽夫人的声音 他们在聊孩子们最近的学习情况 丽夫人专门上门来炫耀 他的大孙子又拿了国标儿童钢琴金奖 丽家准备大百流水宴 专门来请客的呢 这时 丽锦臣刚好抱着他那不争气的女儿回来了 本就没面子的丽夫人心里更加的窝火 不痛快全写在了脸上 这时 丽夫人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故意叫住了丽锦臣 锦臣呀 不是我说你 你生意做得挺成功的 怎么女儿就叫不好呢 瞧瞧我大孙子 又拿奖了 你们家子墨不会连一二三都还不会数吧 要我说呀 钱是赚不完的 但孩子得交好呀 家族比赛又要开始了 这次子墨不会再垫底了吧 谁说我不会数一二三了 子墨小朋友华里报了一挪的书 他伸着小脑袋 对着李夫人说 一二三四 看 也没多难嘛 他还多数了一个呢 哼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丽锦臣的脸也直接沉了下去 他最讨厌的便是别人议论他的女儿 我丽锦臣的女儿不需要会什么 巴比 我上楼看书去了 你们说话要小声一点哦 丽子墨小朋友包着他的书上楼了 李夫人 这像什么话 跟谁发火呢 父女俩一个鼻孔里出气 果然是亲生的 丽夫人也没吱声 虽说她也觉得儿子不对 不该过分地宠小朋友 但看到上门来炫耀的堂妹吃饼 心里也挺爽的 李夫人更气了 直接站了起来 姐 我现在知道锦臣这孩子随随了 她真像你 算了算了 这是你们家事我也懒得管 你们爱怎么教育孩子是你们的事儿 我先回去了 要会定在后天晚上 都一块儿过来哈 李夫人走后 丽夫人的脸直接沉了下去 锦臣 刚刚听到你小姨说什么了吗 不是妈说你 你要不会带孩子就把子墨给我带 瞧你把他灌成什么样了 再这样下去 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放 丽锦臣说 小姨就是那种人 妈你不必跟他攀比 可是 妈 我还要工作 子墨也要看书 你要没事就去睡觉吧 丽夫人更气了 你 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吗 一天天的除了子墨就是子墨 以前你可不这样的 自从子墨来到了丽家就变得目中无人了 丽夫人甚至觉得子墨就是个扫把星 专门来破坏他和儿子关系的 楼上 丽锦臣经过子墨的房间时 故意在门外站了画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在学习 房间里 子墨真的在看书 虽然也看不懂 但装谁还不会呢 只要爸比觉得他在认真看书就好了 丽锦臣在门外站了画 发现子墨是真的在看 并且没有打瞌睡 看来那家酒店的饭菜真的合他胃口 丽锦臣便一边走一边给助力打电话 让他去把酒店买下来 丽子墨小朋友听到爸比的脚步声走远后 便立马放下书 去把门关上 跳到床上 从枕头底下翻出了他的相册 相册里是妈妈和爸比以前的照片 照片上妈妈和爸比很爱的 他们还一起去过很多的地方 但子墨最喜欢的还是他刚出生不久 妈妈抱着他的那一张 因为照片里有妈妈 还有他呀 没有见到妈妈之前 子墨都是靠这些照片度过的 书房里 丽锦臣刚挂了电话 丽子墨小朋友便拿着一张照片跑了进去 爸比 爸比 这张照片是不是有问题 丽锦臣 丽子墨指着照片上的爸比和妈妈 这张照片是爸比和妈妈在国外的时候拍的 可为什么妈妈穿的是裙子 而爸比穿的却是羽绒服呢 不奇怪吗 之前没怎么翻这张照片 都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丽锦臣尴尬了 女儿一天天长大 懂得也多了 渐渐的不好糊弄了 其实整个相册里的照片都是她披上去的 还不是因为子墨成天壤着要找妈妈 她当年是被那个女人算计才有的子墨 那是一个心狠的女人 背着她生了子墨 又把先天性心脏病的子墨扔在了丽家门口 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个下着额毛大雪的冬天 她在门口捡到刚出生的子墨时 小小的她被动的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医生说再晚十分钟都没救了 就算子墨在想妈妈 她也不可能去找那个女人 就算找到了 也只有弄死她的份 于是 她就在网上找了照片和自己的照片披在了一起 为了防止出意外 她还特意找了一个常年生活在国外的女人的照片 这样子墨一辈子都不可能见到妈妈 她只能看到照片 以后子墨慢慢大了 心脏手术也成功了 若是她还执着地追问 她再告诉她真相 爸比 你不解释一下吗 子墨望着爸比 她的脸色好难看哦 不会是看到妈妈的照片又想起以前的事情了吧 丽锦诚回过神来 她告诉子墨 国外的气候和江城的气候有差异 当时江城正好是冬天 爸的赶到国外的时候 你妈妈迫不及待地想跟我拍照 爸比当时还来不及换衣服 所以就拍成这样了 子墨懂了 所以爸比以前跟妈妈的感情是很好的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分开呢 酒店里 苏浅回到酒店里时 苏小胜小朋友已经做了好几张傲鼠题了 他随手拿了几张看 全部正确 关键字迹写得还非常工整 优秀的儿子 母亲大人很欣慰呀 小胜呀 时间不早了 你是不是该去睡觉了 小朋友睡太晚可是长不高哦 苏浅溺爱地揉了揉小胜的头 他很喜欢揉儿杂的头 很软 苏小胜确实一脸嫌弃 他不喜欢妈妈对他说话总是在结尾待了 哒 像在哄小朋友 他从抽屉里又拿出一堆各个方面小朋友都涉及不到的尸体 头也不抬地说了句 我还很忙 还有 我现在才四岁 但身高已经一米二了 所以妈咪刚刚说小朋友睡太晚长不高不成立 苏浅 服了 反正不管他说什么 小胜总能反驳 苏浅关上门去别的房间了 他知道小胜有自己的学习计划 他也有自己的作息 但身为小胜的妈妈 他并不希望四岁的儿子这么努力 人生才刚刚开始 现在就这么拼了 以后还活不活了 苏浅开了电脑 他在上网查立锦城 打开立市集团主页 便是立锦城身穿西服的照片 他确实很帅 很成熟的一个男人 他也是立市集团历届来最年轻的掌权人 做是雷厉风行的 很有手段 属于人人见了他都害怕的那种 很难想象 他竟然是个宠女狂魔 苏浅在网上查了很久 只能找到关于立锦城的少量资料 他这个人看起来似乎很干净 没有任何的花边新闻 也没跟任何的女人传过绯闻 干净得过于明显 反倒让苏浅觉得奇怪 苏浅给闺蜜玲玲打了电话 喂 亲爱的 又怎么了 玲玲正在敷面膜 我今天在酒店遇到立锦城了 苏浅说 什么 玲玲差点把脸上的面膜吓掉了 然后呢 苏浅继续说 没正面遇上 只是远远地看到了他一眼 但我和我女儿遇上了 他扑进我花里叫我妈妈 他说他很想我 玲玲直接把脸上一百多一张的面膜扯掉了 什么 立锦城的女儿叫你妈妈 他为什么要叫你妈妈 什么情况 难道立锦城也在查你 苏浅也那么 还有子墨说他每天都抱着妈妈的照片睡觉 但苏浅根本不知道什么照片不照片的 浅浅 我跟你讲 夺回女儿的计划一定要想好了再执行 如果立总真的在查你 那你就麻烦了 你不知道立锦城有多宝贝你女儿 他重启立子墨来那是没有底线的 立家年年的儿童比赛 立子墨都是垫底的 但立锦城从来没强迫过他学习 他每天准时上下班 一回家就开始撸女儿 立子墨就是他的命 谁要感动立子墨他得玩命 看来立锦城真的很宠女儿 行吧 看在他这些年把子墨照顾的这么好的份上 苏浅会用一个他能接受的办法把女儿带走 女儿是他的 他已经和女儿分开四岁了 以后他必须要把女儿养在自己身边 不过要跟立锦城抢女儿 好像是有点麻烦 但他也必须要抢回来 在这件事情上没得商量 林林 你在立氏集团工作也有好几年了 知不知道立锦城有没有什么弱点 苏浅问 要想夺回女儿 他得先了解立锦城这个对手 林林仔细地想了想 他的唯一弱点就是你的宝贝女儿 苏浅 这不等于没讲吗 一日 妈咪 我饿了 苏小生双手环抱 站在妈咪床头叹气 哎 妈咪真爱睡懒觉 难道他不知道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吗 哎 苏浅翻了个身 又睡了 苏小生好无语 看来妈咪是真的没睡够 妈咪 你要吃什么 我吃完了给你带回来 苏浅缓缓地睁开眼睛 坐了起来 不用带 我们一起下楼去吃饭 他不放心小生一个人去 虽说在国外的时候 他非常独立 但这是江城 对他来讲环境是陌生的 苏浅和苏小生穿了亲子装 手拉手一起去一楼的餐厅吃饭 是你 顾一行看到了苏浅 他刚跟一个妹子开完房 心情有些郁闷 他人查了一晚上也没查到苏浅在哪家医院上班 他都要绝望了 结果在这儿遇上了 美女 好巧呀 这是不是就叫做缘分 苏浅没理他 美女 你要去吃饭吗 刚好我也要去 我请你和这个小帅哥一起吧 苏浅就纳闷了 顾一行是狗马 围着他转 苏浅拉着苏小圣 往餐厅里走 顾一行一路跟着 一边做着自我介绍 再介绍一下 我叫顾一行 是顾家的三少爷 顾是集团你听说过吧 江城有十分之一的产业都是我们家的 苏浅突然停了下来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他并不想知道 我想让你做我女朋友 顾一行说 苏浅差点笑死 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 当初是顾一行找男人弄搭他的肚子 害他怀孕的吧 苏浅被苏老爷赶出苏家 包雨中 顾一行扔给他一张五十万的支票让他滚 苏浅离开江城五年 顾一行往他邮箱里发了九十九家的邮件 每一封的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 催他回来退婚 怎么 现在就成田狗了 顾少爷 你没看到我儿子都打酱油了吗 苏浅说 顾一行当然看到了 但根据他的观察 肯定是离婚了 不然不可能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住酒店 早上起来吃饭也不见他男人 肯定是离婚的单身女人 顾家别的没有 就是钱多呀 要养一个孩子还不容易 十个八个的他也养得起 这时 苏雨文来了 一行哥哥 他一来便看到顾一行和一个美女在一起 苏浅没戴口罩 他暂时还不想让苏雨文认出他来 顾一把脸转了转 但他想多了 苏雨文这猪脑子根本就没认出他来 一行哥哥 他是谁呀 苏雨文问 他是 不等顾一行讲完 苏浅直接来了句 美女 你是他女朋友吧 他刚才在找我搭讪 还说让我做他女朋友 他回去就把你踹了呢 不过我结婚了 有孩子 肯定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既然你来了 那接下来的事情你们就慢慢聊哈 苏浅拉着苏小胜走了 妈咪 这糟糕 苏小胜对妈咪竖起大拇指 苏浅笑了笑 走 带你吃好的 妈咪 他就是那个抛弃你的渣男吧 苏小胜小帅哥早就看出来了 妈咪从来不会无缘无故整人的 除非那个人伤害过他 你又知道了 小小年纪 什么都懂 苏小胜酷酷地说 我又不瞎 苏浅 酒店门外 一行哥哥 我知道是那个女人先勾引你的 你肯定是不为所动 他聊不动你才故意讲这种话 想让我们闹矛盾对不对 苏宇文主动搂住顾一行的腰 一行哥哥 我才不会上他的当呢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他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的 顾一行 他心里有一万头草你妹 他是真的想分手呀 自从见过真正的天使后 现在看到苏宇文就越来越倒胃口 一行哥哥 你去哪里呀 顾一行已经上了车 公司有事 你自己坐车回去吧 苏宇文 气得他直跺脚 苏宇文没有走 而是去了酒店的餐厅里找苏浅 他只高气扬地走了过去 苏浅和苏小胜正在吃亲子双人套餐 苏浅很随意地拿着叉子 懒散的动作 不经意间总在散发着魅力 苏宇文承认 这个女人确实漂亮 生了孩子身材也没走样 比年轻小姑娘多了一份成熟的性感 但又给人一种不好惹的冷冷的感觉 但那又如何 长得漂亮就成了他随便勾引别人男朋友的资本嘛 他今天就是要手撕扎你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勾引一行哥哥 苏宇文拿起苏浅手边的茶杯 服务员刚刚才漆了一壶茶水放在桌子上 滚烫的 苏宇文随手拿起来把茶杯添满 嘴里的话带着贬低 听一行哥哥说你是医生 救人于生死的白衣天使 苏浅很淡定 依旧优雅地切他的牛排 这年头 连天使都喜欢出来抢别人的东西嘛 你也配叫天使 下一秒 苏宇文直接端起刚到的茶水往苏浅脸上泼 这时 苏浅却是不慌不忙 头轻轻一偏 苏宇文手中的茶泼到了隔壁桌的美女大腿上 美女穿的是短裙 大腿直接被烫红了 美女和她彪悍的男朋友直接就过来了 男人抬手就是一巴掌 直接甩苏宇文脸上 你他们的知道老子是谁吗 连老子的女人也敢泼 苏宇文被打傻了 耳朵嗡嗡直响 她只想泼苏浅这个狐狸精 谁知道这个女人会躲她 害得她泼到了别人身上 对不起 哦 苏宇文当场道歉 她不想把事情闹大 也知道对方脾气不好 看他们的穿着多半是在道上混的 人际关系复杂 得罪这种人没什么好处 她 男人抬手 又是一巴掌甩在苏宇文的脸上 道歉就完事儿了 看看我老婆被你烫成什么样了 苏浅继续在优雅地切她的牛排 一切在她的掌握之中 对付苏宇文这头猪 根本轮不到她出手 苏浅把切好的牛肉递给小盛 多吃点 正在长个儿 苏小盛接过妈咪的爱心牛排 她也不怯场 完全能懂妈咪想做什么 小小的她没有被吓到 而是和妈咪一起淡定地吃早餐 这时 男人直接揪住苏宇文的头发 把她按在了地上 老婆 你想怎么处理 当然是剖回来了 这时 苏浅突然站了起来 小盛 吃得差不多了吧 妈咪 我吃好了 苏小盛擦了擦嘴 她在走的时候对美女阿姨说了句 阿姨 你可妈 桌子上的茶壶刚服务员阿姨刚刚泡的茶水 你喝的时候要注意 很烫的 然后 苏浅便拉着苏小盛走了 你呀 故意的吧 苏浅早就见识过儿子的腹黑 完全是随了她 难道妈咪不是这么想的吗 苏小盛说 我有吗 有 身后 是苏宇文的惨叫声 她被彪悍男人按在地上 揪住她的头发 把她的脸痒得很高 那位美女则是提起桌子上的茶壶直接往苏宇文的脖子里灌 没往她脸上到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滚烫的水顺着苏宇文的衣领往她小腹底下撩 把她的裙子打湿了 也把她的身体探红了 啊 啊 救命呀 苏宇文叫得很惨 很惨 苏浅带苏小盛回到了房间里 她本来是要带小盛去逛街的 但她被这臭小子拒绝了 理由和平时一样 她要学习 实现她的人生目标 还说什么她现在正式发奋图强的时候 不是贪图享乐的时候 苏浅能怎么办 儿子啊这么努力 当妈的只能支持了 下午 苏浅要去找闺蜜玲玲 约在了她上班的附近见面 她随便换了条裙子 美得不可放物 小盛 妈咪要去找你玲玲干吗 你也写一天题了 一起出去放松放松吧 苏浅问苏小盛 苏浅再次被儿杂拒绝 她在准备一个奥数比赛 下周就要参加 所以没空 苏浅只能一个人出门了 她再三叮嘱小盛 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 任何人都不能开 除非是妈咪回来了才可以 苏小盛好无语地摇头 妈咪真啰嗦 历史集团附近的咖啡厅里 苏浅和闺蜜玲 邻面对面坐在一起喝咖啡 说吧 有什么有加值的消息 苏浅问玲玲 当然是好消息 明天晚上 李家要举办一个宴会 丽总应该会去 她去的话 你宝贝女儿肯定也会去 如果你也能去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见到宝贝女儿了 你就说吧 这是不是好消息 玲玲说 确实是好消息 苏浅与丽锦辰并无生意上的往来 也没有见面的合适机会 想通过她见到女儿一面非常难 像明天晚上这种参加聚会的日子 可谓是见一次少一次 刚好 我这儿有请简 玲玲双手奉上 闺蜜我是不是很靠谱 相当靠谱好吗 明天晚上就可以见到女儿了 昨天晚上只是匆匆地与她见了一面 苏浅还没有相看够呢 明晚找着机会 她要好好地跟女儿相处 顺便再问问她照片是怎么回事 若真是丽锦辰在查她 那她得小心一点 免得影响了她夺回女儿的计划 对了 你出门怎么没把我跟儿子带出来 我还想看看小可爱呢 玲玲还专门给小盛准备了见面礼物 今天刚去买的一款奥特曼模型 小男生肯定都喜欢 在做奥鼠题 有一个比赛要参加 苏浅说 啊 姐妹 你也太变态了吧 我跟儿子才四岁 你就让她学这么多深奥的东西 她肯定恨死你了 玲玲好无语 苏浅才无语呢 我要敢打扰她学习 她才会恨死我 奥鼠比赛是她自己报的 我倒希望她跟普通孩子一样 什么都不会 成天就是吃吃喝喝玩玩具 苏浅说 玲玲默默地收起她买的玩具 看来这个奥特曼模型 干儿子是不会喜欢了 不过姐妹儿 我发现你这两个孩子还真是极端 小盛学习自觉又聪明 子墨却天生喜欢玩 听说一看书就犯款 要不是丽总宠她 放在其他豪门大家族里 肯定日子难过 酒店里 言出必行的丽景臣正带着子墨 在吃晚饭 他已经把酒店买了下来 以后子墨想吃多少 任何时间都可以过来吃 子墨专门挑了一个大堂的位置 方便他观察妈妈 但子墨一口都没有吃 两只大眼镜盯着酒店门口 样子奇奇怪怪的 丽景臣放下筷子 不是说喜欢这家酒店的饭菜吗 怎么一口都没有吃 丽景臣早怀疑女儿的动机了 看他这样子 怕是来酒店 根本就不是来吃饭的 没有呀 我很喜欢吃呀 爸比奥不信的话 我吃给你看的 子墨拿起筷子 大口大口地往嘴巴里巴了 吃得可快了 米丽粘在了脸上 丽景臣伸手 帮女儿擦脸 倒也不用这么快 慢慢吃 呃 子墨又放下了筷子 丽景臣长脸 让你慢慢吃 不是让你不吃 子墨嘟齐小嘴巴抱怨着 爸比可真麻烦 好难伺候 丽景臣 到底是谁麻烦了 这也就是他亲生女儿 若是换作旁人 他肯定不伺候 子墨小可爱还在东西张望 他是专门来酒店跟妈妈偶遇的 可妈妈去哪里了呢 他不用吃饭饭吗 怎么还不出现呢 今天晚上不会等不到妈妈了吧 这时 苏浅回酒店了 坐在落地窗前的子墨小可爱看到了走进来的妈妈 是妈妈呢 妈 他刚想喊 等等 爸比也在 妈妈当年离开江城 不要爸比不要子墨 全是因为爸比 要是妈妈看到爸比在这里 会不会又被气走 子墨不可以再失去妈妈 于是 他跳下椅子 跑到爸比面前 往他腿上爬 怎么了 丽景臣问 子墨挂在爸比身上 用自己的小身子挡住爸比 我好像胸口不太舒服 闷闷的 什么 丽景臣直接就紧张了起来 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 她身体不是很好 平时在照顾女儿方面她特别的注意 最近这段时间都没犯过病 怎么好端端的怎么就不舒服了呢 走 爸比带你去医院 丽景臣说 别 子墨是装大 要是去了医院 还怎么偶遇妈妈呀 爸比 我没事的 只是有一点点不舒服 你抱抱我就好了 子墨挂在爸比身上 眼睛一直盯着妈妈 爸比 我已经舒服多了 你的抱抱真管用 子墨看到妈妈去了洗手间 并没有发现爸比也在这里 天助我也 装病的子墨瞬间就好了 从爸比腿上跳了下来 爸比 我已经没事了 就是想去洗手间 但我知道洗手间在哪里 所以你不用跟着我 子墨跑得好快 丽景臣的眉头 直接拧到了一起 他的抱抱就这么管用吗 他还在担心子墨 合适的心脏已经找到了 等联系上全球最好的心脏手术专家 就可以给子墨做手术了 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出问题 齐聚文学 他拿起手机 给助力打了电话 医生联系的怎么样了 丽总 再联系了 但挨压医生 似乎荡气真的很忙 怕是接不过来 助力的回答 让丽景臣非常不满意 有什么事能比我女儿 换心脏更重要 用尽一切办法 必须让挨压 做子墨的主刀医生 丽景臣讲完便挂了电话 连反驳的机会 也不给助力留 助力 盯着手机摇头 但又是丽总的死命令 只能去办呗 不然丽总就得把它办了 洗手间里 子墨小可爱 直接扑进了苏浅华里 小脑袋在妈妈身上 蹭来蹭去的 哎 妈妈真香 默默 苏浅很意外 没想到又遇到了女儿 昨天晚上是初次见面 还没来得及跟她好好说话 也没仔细瞧过她 今天又见面了 苏浅也很高兴 眼里全是女儿 软萌软萌的样子 真可爱 妈妈 默默想你了 你想默默吗 苏浅点头 当然想呀 自己生的女儿 又这么可爱 怎么会不想呢 对了默默 你怎么会在这里 谁陪你过来的 苏浅问 小朋友一个人乱跑 特别不安全 像子墨这种可爱又聪明的小丫头 最招人喜欢了 万一被拐走了怎么办 子墨从妈妈身上下来 不是搭 默默是和爸 不能提爸比 妈妈应该不喜欢爸比 家里的女佣阿姨陪我一起来搭 默默很安全哦 苏浅放心了不少 对了 默默昨天晚上说你每天晚上都抱着我的照片睡觉 是怎么回事 能告诉妈妈妈吗 苏浅又问他得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先确定是不是丽景臣在查他 查到了多少 有什么木的 然后再调整强女儿的方案 因为家里有很多妈妈的照片的 子墨说 苏浅 有很多 是多少 丽景臣哪里来的 子墨又继续解释 他觉得有必要在妈妈面前夸一夸爸比 万一他们还有感情 万一能复合呢 家里的相册里全是妈妈和爸比年轻时候的照片哦 爸比说你们以前特别相爱 昨天晚上我找到一张妈妈在国外的照片 你当时穿的裙子 爸比穿的羽绒服 我问过爸比啦 他说是因为太想妈妈 所以下飞机忘记换衣服啦 所以 妈妈你可以不生爸比的气嘛 其实爸比是爱你的 不然他也不会把照片留到现在 肯定烧掉了 子墨主动拉着妈妈的手 妈妈你这次回国有没有可能跟爸比复合呢 我自愿申请做你和爸比的小助攻 保证火力全开 助攻到位哦 苏浅听糊涂了 这都什么呀 他与丽景臣竟然还有很多合照 竟然连季节都不同 那些照片帕布都是批上去的吧 看来丽景臣并没有调查他 只是家里的照片还得苏浅看过才能断定 子墨知道他住在酒店 想必今晚也是来找他的 苏浅和子墨达成了协议 他们俩私下见面的事情 暂时不要让丽景臣知道 苏浅先接受子墨给他的人设 就说是他暂时还面对不了丽景臣 子墨特别聪明 他一听就懂 只要不影响他以后来找妈妈 他肯定会守口无凭的 这时 洗手间外面传来了丽景臣的声音 他是来找子墨的 他在洗手间里单独待了五分钟 他很不放心 怕子墨的心脏病会发作身边又没人 子墨 你还在里面吗 不好 是爸比 他来找我了 子墨好不舍地看着妈妈 他还没跟妈妈带购呢 讨厌的爸比 苏浅抱了抱女儿 默默乖 先跟爸比回家 以后我们有的是机会见面 真的吗 苏浅点头 他怎么会骗小朋友呢 那妈妈这次回国还走吗 子墨问 苏浅摇头 他暂时不会离开 除非他把女儿夺回来后 可能会带上他一起出国 但那时也肯定是全家团聚 他不会扔下子墨不管 妈妈真好 默默爱你的 苏浅揉了揉子墨的脑袋 好了 去找爸比吧 子墨乖乖点头 对了妈妈 明天晚上爸比会带我去 离奶奶家里参加聚会 你会去吗 子墨明天也想见到妈妈 他每天都想见到妈妈 怎么办呀 有什么办法才能让爸比和妈妈复合呢 妈妈会去 还会带上哥哥一起 苏浅说 什么 默默还有哥哥 哥哥长什么样 帅不帅 是不是跟默默一样聪明可爱 张人喜欢呢 子墨的话好多哦 门外的丽锦诚已经不耐烦了 子墨 你要再不出来 爸比就进去了 苏浅亲了亲女儿 明天晚上见到就知道了 记得带几张妈妈和爸比年轻时候的照片过去 妈妈想再看看 好的 保证完成任务 子墨开心地出去了 他以为妈妈想看照片是想看爸比 说明妈妈对爸比还是有感情的 所以他要扮演好小助攻的角色 齐聚文学 洗手间外在 丽锦诚的脸色特别不好看 他非常担心子墨一个人在洗手间里不安全 子墨看到帅气的爸比也非常不开心 要不是爸比在这里催催催 他还可以跟妈妈多待一会儿 子墨小朋友走得好快 丽锦诚都快追不上了 他越发的担心 因为子墨的情绪不稳定 他怕是病情在家中 一个人在心里想了特别多 酒店外面 锦诚哥哥 江小彤来了 他是丽锦诚的结婚对象 从小与丽锦诚一起长大 正是他替子墨找到了合适的心脏 作为交换条件 丽锦诚的娶她 两个的事情暂时还没有公开 只有丽锦和江家的人知道 你带子墨出来吃饭呀 吃过了吗 我刚拍完戏收工 正准备吃点东西呢 要一起吗 江小彤一边说话 一边往丽锦诚这边考 他从小就喜欢丽锦诚 最大的梦想便是嫁给他 但子墨一点也不喜欢这位江阿姨 才不要爸比跟这种 骚礼骚气的阿姨在一起呢 爸比只能跟妈妈在一起 子墨小可爱直接横在 爸比和江小彤中间 江阿姨 我和爸比已经吃过了 而且我爸比不喜欢 跟除我妈妈之外的 其他女人共进晚餐 所以他不能陪你一起哦 子墨双手插腰 眼睛里带着敌意 妈妈好不容易回国 要是在这个时候被气跑 子墨才要被死气呢 江小彤尴尬地笑了笑 别人不知道 他还不知道吗 丽锦诚这些年身边 根本就没有女人 连子墨也只是个意外 所谓的妈妈人设 都是丽锦诚编出来骗子墨的 也只有小朋友才会相信 江小彤蹲下 笑眯眯地对子墨说 可是你妈妈已经是过去世了 现在要跟你爸比结婚 在一起的人是我哦 等我们结婚后 你就要叫我妈妈 妈妈爱你哦 嬷嬷小宝贝 江小彤伸手 还未碰到子墨 手边被子墨打开了 你不是我妈妈 我有自己的妈妈 子墨生气地跑了出去 一个人坐在车上生闷气 好气哦 爸比为什么要娶别的女人 妈妈那么好 她为什么不爱妈妈 叔叔开车 子墨让司机开车 可是丽总还没出来 小小姐再等等吧 有江阿姨在 爸比才不会想起我呢 你快开车嘛 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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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机没办法 只能先送子墨回家 但她已经提前 给丽总发了消息 告知她这边的情况 酒店里 丽景成和江小彤 还面对面站在一起 她的脸色不好看 以后不要在子墨面前 讲那种话 丽景成的样子好朗 半分未婚夫该有的温情 都没有 江小彤自知他们的关系 是她靠已知力争取来的 丽景成并不爱她 只是为了感谢她替子墨 找到了合适的心脏 但她看到丽景成 这般冷漠的样子 还是会很难受 可是丽景成哥哥 关于默默妈妈的事情 都是假的 连家里的照片也是假的 默默现在还小 她分辨不出来 等她长大了 什么都知道的时候 你确定她不会怪你吗 我觉得 谎言就是谎言 不能当真 也许你早点讲 对默默的伤害会少一些 丽景成的样子依旧冷 这是我的事情 不需要外人来提醒我 她走了出去 姜晓彤愣在原地 半天才回过神来 她呵呵地笑了笑 外人 在丽景成眼里 她这个未婚妻 竟然是外人 姜晓彤去了洗手间 正巧雨从洗手间 出来的苏浅遇上了 两个人打了一个照面 苏浅并不认识姜晓彤 所以没往她身上看 也没记住她的样子 姜晓彤是第一次看到这张脸 但她之前看过非常多的照片 所以对苏浅的脸是熟悉的 两个人只是擦肩而过 但等将小彤打开水龙头 在洗手时 却越想越觉得刚刚的脸熟悉 等等 刚刚那个女人 怎么跟默默的妈妈长得一样 将小彤赶紧追了出去 但追到大堂的时候 苏浅已经上了电梯 没有找到苏浅 也无法确定她的身份 但刚刚擦肩而过时 她确实是看到了她的脸 真的跟丽景晨家里的照片上的女人一样 准确来说本人比照片还要漂亮 难道刚才丽景晨和默默出现在这里并不是偶然 她是带默默来看她的 难怪刚刚默默的反应那么大 江小彤开始有危机感了 以前她觉得那个女人不存在 所以不能构成威胁 现在那个女人就在江城 还在丽景晨的眼皮子底下 以丽景晨宠默默的性子来 若是默默一哭二闹 岂不是他们结婚就有变动了 江小彤一边往酒店外面走 一边给圈内闺蜜打电话 姐妹儿 你猜我刚刚看到谁了 我看到丽景晨家里照片上的女人了 她就在江城 还有 听说丽景晨把她住的酒店也买了下来 房间里 苏浅回去了 她把玲玲送给小盛的礼物 放在了小盛面前 你干妈给你买的 苏浅知道儿子不喜欢玩具 她两岁的时候就不玩了 但苏小盛小朋友却把玩具盒打开 拍了张合照发给玲玲 还说了一句 谢谢干妈的礼物 我很喜欢 然后她就把礼物重新放回包装盒里 放进了柜子里 继续做她的奥鼠题 苏浅看呆了 这儿咋比她会做人 太懂人情世故了 苏浅看了眼桌子上的清单 小盛在她没有回来之前 已经自己吃过晚饭了 她现在只需要按清单上的价格 把钱转到酒店就可以 佩服 完全不让她操心 苏浅去了前台 把账接了 拿了杯热牛奶给小盛送到房间里去 她已经洗好了澡 正准备上床睡觉 明天有比赛要去参加 需要早睡早起 连闹钟都订好了 还有明天参加比赛要穿的衣服 以及来回的路线图 坐什么车 在哪里转 她全部都搞清楚了 苏浅听完小盛讲的这些 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国外的时候小盛就一直这样 她特别独立 独立到苏浅觉得她这个妈是多余的 苏浅等小盛喝完牛奶 再帮她盖好杯子 晚安 妈咪 晚安 苏小盛闭上了眼睛 对了 小盛 明天晚上我要去参加一个宴会 你白天的比赛晚上应该有时间 到时妈妈带你见个人 保证有惊喜 苏浅先不说妹妹的事情 等明天晚上见面了再讲 你的影响小盛明天白天的比赛 诶 苏小盛其实早就知道了 她知道妈妈所有的计划 也知道妈妈明天晚上要去见妹妹 此时 她已经在脑子里计划了起来 明天晚上见到妹妹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要不要准备见面里 女孩子收到什么礼物会开心 立家别墅里 子墨小朋友回到家后 便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生气闷 华里抱的是妈妈的照片 她超气的 丽锦辰回到家后 第一时间上了楼 她推开子墨房间的门 走了进去 哼 子墨小朋友直接把脸转开 爸比不是要陪你的未婚妻吗 那你去陪她好了 来看我做什么 反正你更喜欢她 一点也不喜欢默默了 哼 小丫头说话真酸 丽锦辰超有耐心地蹲在女儿面前 说话轻声细语的 爸比什么时候说过不喜欢你的话 要么把脸转过来 你嘴上没说 但你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不然你干嘛要跟姜阿姨结婚 你为什么不去找妈妈 丽锦辰继续解释 那默默知不知道 你接下来之所以可以做换心手术 是因为姜阿姨找到了适合你的心脏 爸比作为交代条件与姜阿姨结婚 你现在还认为爸比不爱你吗 子墨当然知道 她从来没否定过爸比的爱 但姜阿姨不是妈妈呀 子墨不喜欢她 也不喜欢她和爸比结婚 那默默不换心脏了行不行 爸比也不和姜阿姨结婚 丽锦辰的脸瞬间就沉了下去 一日 酒店里 苏小生小朋友已经换上了小西装 黑皮鞋 帅气地站在妈咪的床头上 妈咪 我去参加比赛了 餐包你定好了 你睡醒了记得起来吃 苏浅抬了抬眼皮 看到了穿上小西装的小胜 伸手在他头上拍了拍 真的不要妈咪送你吗 苏小生一脸无语 他刚梳好的头发又乱了 他重新去梳了一遍 站在镜子前很仔细地检查自己的穿着 很帅了 苏浅说 儿子从小就讲究 小小年纪就爱穿正装 成天都是一副正经的样子 连说话口气都比大人还大人 有时候反倒是他在照顾苏浅多一些 苏小生出了门 苏浅又睡了话儿 最后是被林林地敲门声吵起来的 surprise 苏浅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姐妹 要不是我足够了解你的为人 还以为你昨天晚上去找男人大战了呢 困成这样治愈吗 林林好无语 苏浅去了浴室 洗了个澡 换了深衣服 瞬间精神了 美美地站在林林面前 前后反差简直不要太大 要会晚上才开始 这话儿有什么安排 林林问苏浅 当然是去顾家退婚了 本来苏浅不想去的 但看在顾老爷子从小就对他特别照顾的情分上 他得亲自去一趟顾家 一个小时后 林林开车送苏浅去了顾家 要我一起吗 林林问 不用 十分钟就搞定 苏浅说 靠谱 苏浅买了些东西 是给顾老爷子买的 别书里 老爷 苏大小姐来了 估摸着是来退婚的 佣人通转 顾老爷子扶着拐坐在沙发上 浅浅来了 好多年没看到浅丫头了 也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 快让她进来 苏浅被庸人请了进去 李树很周到 顾爷爷 苏浅把东西放在桌子上 顾老爷子看到苏浅变化这么大 半天没反应过来 这真的是浅丫头吗 美得让她都不认识了 顾爷爷 我是浅浅 苏浅笑咪咪的 她对顾老爷子一直很尊敬 顾老爷子这才回过神来 浅丫头快坐 快坐 苏浅坐了下来 你这一走就是五年 变得爷爷都快认不出来了 你的脸 苏浅笑着回答 在国外做了手术 现在好了 顾老爷子眼中含泪 好呀 好呀 挺好的 看到浅丫头过得好 爷爷也放心了 苏浅把婚书拿了出来 爷爷 我在国外这些年 顾三上没少给我发消息 催我回来退婚 今天我把婚书带来了 苏浅四下瞧了瞧 没看到顾一行 八成昨天晚上又在十家姑娘床上过夜了 她不在也好 婚书送回来变成了 她再不在都不重要 顾老爷子接过婚书 浅丫头 这件事是一行不对 爷爷想再问问你 若是爷爷坚持让你们结婚 你这婚还要退吗 只要你对一行还有想法 爷爷就算是绑 也要绑着让他娶你 顾老爷子的话 整个顾家的人没人敢不听 他说能办成就一定能 但苏浅不需要 不用了顾爷爷 是我和顾三嫂没有缘分 浅丫头说的是哪里的话 是我那不争气的孙子配不上你 她没这个福气 苏浅笑得很端庄 顾爷爷 既然我这份婚书已经退回来了 那另外一份是不是也该给我 婚书共有两份 顾家一份 苏家一份 苏浅这份退回来了 她还得把另一份拿走 免得以后再生变动 但婚书并不在顾老爷子这儿 在顾一行的手里 她现在又不在家 所以苏浅现在肯定没办法拿回去 她便与顾老爷子说好 等顾一行回来后 交代她一生就行 也不用她亲自送 派人送或是发快递都行 顾爷爷 那我就先走了 苏浅办完了事儿 也该离开了 浅丫头 你这次回江城后 应该就不走了吧 顾老爷子问 有时间记得常过来玩 爷爷可是一直惦记着浅丫头呢 哎 好 苏浅道回去 抱了抱顾爷爷 顾爷爷头上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 她比五年前更老了些 会所的包厢里 顾一行光着膀子 与娇羞中带着奔放的苏宇文纠缠在一起 包厢中的男男女女们 正在玩着刺激的游戏 比谁更有持久力 在这一块儿 顾一行就没输过 她与苏宇文站到了最后 她骄傲地搂着华丽的女人 却有种索然无味的感觉 顾少厉害 你又赢了 被她搂在华里的苏宇文 双手搂着顾一行的腰 身子软绵绵地贴着她 休息十分钟后 还会有下一场 更加刺激的交换游戏 顾一行与其他男性们点了烟再抽 女人们则是依附在自己男人华中 这时 苏宇文的手机亮了 她看完消息后 比刚才比赛的表情还要亢奋 一行哥哥 听说刚刚苏浅带着婚书去顾家退婚了 有这事儿 顾一行看了眼苏宇文的手机 还真是 没想到苏浅那个丑八怪还挺自觉的 顾一行松开了裹着的苏宇文 你们继续玩 先走了 顾一行要走 苏宇文留下来也没意思 赶紧穿好衣服一块儿出去了 一行哥哥 要我跟你一起回顾家吗 刚好我也好久没见到顾爷爷了 苏宇文是想去亲眼看看 是不是婚数真的退了 总觉得苏浅那个丑八怪不会轻易退婚 不然怎么会拖五年呢 谁知道他这次回国是不是走投无路吃不起饭了 再打顾家的主意呢 不得不防着点 顾一行不耐烦地看了眼苏宇文浑身是红横的样子 你想这个样子去见我爷爷 苏宇文 他这样不好吗 刚才不知道谁抱着他站到最后 足足一个半小时呢 那好吧 我改天再去拜访顾爷爷 一行哥哥你开车注意安全 哇顾一行走得好快 留下事后的苏宇文一个人腿软 总觉得一行哥哥怪怪的 他这么急着回家是真的着急退婚吗 为什么觉得他退婚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呢 顾一行回到顾家时 苏浅早就走了 他没有多问 苏浅怎么来的 怎么把婚书交出来的 是不是不甘心 都与他无关 他现在只要把婚书拿在手里就行了 接下来 他就要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了 给我滚 顾老爷子冲顾一行发火 他今天亲眼看到了苏浅的改变 早些年间 他便听说苏浅有锦里体制 旺夫 他才一门心思安排他与顾一行结婚 想让苏浅辅佐这个不争气的孙子 五年前 苏家把苏浅赶走后 苏家一直倒霉 生意再没起来过 顾老爷子便更加认定苏浅的锦里体制 不是空穴来风 但事事不能强瞧 也只能心里遗憾了 爷爷 那个苏浅有什么好的 又丑又烂 当初可是他被人搞大的肚子 一个丑八怪而已 至于这样吗 闭嘴 顾老爷子重重地戳手里的拐 这婚是你自己要退的 以后别后悔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给我滚 顾老爷子很生气 顾一行知道爷爷一直不喜欢他 也不在他面前招人烦 拿着婚术便走了 傍晚 苏小胜小朋友去参加奥数比赛回来了 他不出意外地拿了第一名 跑了一个大奖杯回来 哇 干儿子 你好厉害呀 林林简直羡慕惨了 要用什么姿势 才能生出苏小胜这么聪明的宝贝来 他想要 苏浅倒是习惯了 这种奖在他们国外的家里摆了一面墙 谢谢干妈 还有进步的空间 苏小胜很谦虚地去把奖杯放好 又去换了一身衣服 自己把穿过的衣服放进洗衣机里 连带帮猫咪的衣服一起洗了 还知道分类洗 林林在一边瞧着 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晚上 该去参加宴会了 林林开车 带苏浅和苏小胜一起去了酒店 李家才大气粗地包下了整个酒店 只是家里的小朋友比赛拿了奖而已 就弄这么大的场面 整个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了个便 进酒店后 苏浅让林林先带苏小胜去找位置坐下来 并且在三胶带不可以让人随便看到小胜的脸 她长得跟丽锦臣实在太像了 不用做亲子鉴定也能看出来是她的肘 为了防止意外 苏浅让苏小胜戴了墨镜 口罩 帽子 只落了一个嘴巴在外面 苏浅自己戴了一个面纱 她穿得很低调 从她身边经过的人谁都比她穿得好 加上参加宴会的人多 自然不会有人注意到她 而苏浅今晚的目的 只是为了见女儿 当然 也不能让丽锦臣看到她的脸 免得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此时 一辆劳斯莱斯停在了酒店门口 丽锦臣亲自带丽子墨来参加这种无聊的聚会 要不是子墨说想来 她是不可能屈尊前来的 哇 人好多呀 不知道猫咪到了没有 还有哥哥 好期待见到他哦 子墨还偷偷地给哥哥准备了小礼物呢 爸比 我可以自己去玩嘛 子墨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水开爸比 不可以 人太多 子墨又有先天性心脏病 不能让他单独走 可是其他小朋友都在自己玩呀 我都四岁了 不想做爸比的小尾巴 我想要自由 拜托拜托嘛 子墨开始撒娇 默默保证 只要有一点点不舒服 就会来找爸比的 爸比手机不是可以实时监控默默的心跳吗 不会有事搭 丽景晨最后同意了 八比万岁 子墨直接跑掉了 慢点 丽景晨的注意力一直在女儿身上 生怕他磕着碰着 丽总 好久不见 丽景晨点头 听说丽总最近又在弄大项目 不知道 子墨已经消失在他的视线里了 酒店二楼 子墨看到了妈咪 妈妈 他直接向苏浅扑了进去 苏浅把女儿抱了起来 和你爸比一起来的 子墨点头 对答 不过我已经把爸比甩掉了 默默是不是很聪明呢 咱们默默最聪明了 对了妈咪 你让我带的照片我带过来了 子墨拿了好几张照片 苏浅一张一张的看 这些照片对于他来讲都是陌生的 准确地说 这些照片没有一张是真实的 批图痕迹很严重 看来照片真是丽景晨批上去的 目的是为了骗子墨 而这些照片的来源 苏浅也看出来了 都是他在国外发到社交平台上的照片 想必丽景晨是从网上找到的 应该不存在特意调查他的事情 苏浅松了口气 妈咪 你不是说哥哥也来了吗 哥哥在哪里呀 子墨问 妈咪现在就带你去找哥哥好不好 好的 苏浅抱着女儿 刚转身 便遇到了苏宇文和他的名愿朋友们 苏宇文已经认出苏浅了 试问谁会在参加宴会的时候戴面纱呢 自然是苏浅那个满脸长胎记的丑八怪咯 试问又是谁会在这么重要的场合穿得这么普通呢 只能是苏浅那个穷笔咯 苏宇文现在百分之百确定 苏浅在国外的五年婚得特别惨 肯定是吃不起饭了 才会回江城的 至于苏浅华里的小贱人马 肯定是他生的小野种了 苏浅不打算离苏宇文 他华里抱着默默 刚与女儿重逢的他并不想在默默面前表现得太凶狠 他想维持温柔妈妈的人设 苏浅 苏宇文与众明愿门拦住了他 怎么 五年前跟野男人私婚的事都干得出来 现在却连连都不敢露了 不会才过了五年 你就忍老猪黄 坚不得忍了吧 苏宇文大笑 其他名愿也跟着一起嘲笑苏浅 丽子墨小朋友直接从妈咪花里跳了下去 他最亲爱的妈咪 他心心念念 做梦都想拥抱的妈咪 竟然被这个坏女人骂 子墨可忍不了 她也不是能忍事儿的主 喂 死妖婆 子墨毫不客气 谁告诉你 我妈咪丑的 她比你每一万倍 你给她提鞋都不配 我看你不只眼镜不好 你心眼还小 脑子也残 子墨双手插腰 还挺神气的 这可爱的模样倒是把苏浅给逗乐了 她很喜欢子墨这爽朗且不怕事的性子 丽锦诚确实把她戴得很好 苏宇文要笑死了 看来她猜得没错 这丫头真是苏浅的种 竟然还把这个野种给养大了 在场的谁不知道你妈咪是个丑八怪 半张脸都是胎记 也只有你拿她当个宝 苏宇文往前凑了凑 李子墨很近 没想到你长得还挺好看的 倒是跟你那个丑八怪的妈妈不太一样 你妈妈肯定没告诉你 其实你是她跟一个又丑又老的野男人生的吧 她生你的时候可并不情愿哦 你难道会觉得她真的很爱你 小朋友 不要太天真了 住口 子墨一把向苏宇文推了过去 妈咪才不是丑八怪 妈咪是全世界最漂亮最善良的妈咪 谁敢说妈咪的坏话 她就要叫那个人闭嘴 但子墨到底是个孩子 动手肯定打不过苏宇文 直接把子墨推倒在地上 我说的不对嘛 要不让你妈妈把面纱拆下来瞧瞧 看看她是不是半张脸都是胎记 又丑又老 下一秒 她的一声响 苏浅抬手 直接一巴掌甩在苏宇文的脸上 本来今天不想动手打人的 但苏宇文竟不知好歹 敢动子墨 苏浅便不会跟她客气 苏浅 你敢打我 苏宇文单手无脸 不可思议地看着苏浅 你是什么东西 你敢打我 她 苏浅又是一巴掌 痛快地甩在苏宇文的脸上 苏浅 你 她 苏浅再甩一巴掌 霸气十足 根本不给苏宇文机会 疼吗 苏浅一把抓住苏宇文的衣领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傲视一切的眼神让人害怕 啪啪 苏浅又是两个巴掌 干脆地甩在苏宇文的脸上 既然知道疼 就该长记性了 我不希望还有下次 苏浅一把松开苏宇文 她重重地被推倒在地上 围观的人虽然多 但都是看戏的 苏浅抱起立子墨走掉了 有没有摔着 子墨摇头 她很好 妈咪 你刚才很酷 和爸比一样 苏浅 哦 同样的事情 若是换成爸比 她也会像你这么做的 因为子墨知道 妈咪和爸比都是爱我的 你们都是默默最亲的亲人的 子墨抱着妈咪 苏浅笑了 你呀 从小是吃可爱长大的嘛 苏浅带子墨去见了苏小胜 两兄妹第一次见面 苏浅带担心 他俩会没有话聊 没想到聊得挺好的 小胜送了子墨礼物 子墨也准备了小礼物 子墨的嘴巴特别甜 一口一个哥哥 叫得苏小胜心里嘴爽 苏浅和林林坐在一起 在聊刚刚发生的事情 林林听完直接就诈了 苏宇文敢对子墨动手 他肯定不知道子墨是 利总的宝贝疙瘩 更不知道子墨有先天性心脏病 若是利总知道了 怕是苏宇文都活不过今晚 林林的话也惊到了苏浅 他并不知道女儿有心脏病 虽见三次 但每次相处的时间都很短 子墨性子开朗 总是活蹦乱跳的 会觉得他脸色没普通孩子好 但苏浅也只以为是子墨挑食 没往那方面想 姐妹 这事儿我也是今天 无意间听到利总 跟特助的谈话才知道的 林林说 苏浅点头 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肯定很少 只是他没想到子墨有心脏病 八成是连利景臣都没办法 不然以利家的财力 怕是早就给子墨做手术了 这件事情很重要 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找利景臣谈谈 酒店门口 顾一行来了 苏宇文种着脸在等他 是他打电话找顾一行过来的 见面便哭了起来 一行哥哥 是苏浅 他不喜欢我和你在一起 当着大家的面对我动了手 你看看我的脸 都被他打成什么样了 你得替我做主呀 呜呜呜 苏宇文哭着 顾一行看了看苏宇文的脸 是肿得像猪头 他对猪头可没兴趣 但如果是苏浅那个丑八怪动的手 那他就不能不管了 就凭他也敢打我顾一行的女人 走 咱们现在就去找苏浅 我倒要看看 事隔五年 那个丑八怪的变化能有多大 刚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羞辱羞辱苏浅 谁让他犯贱呢 一行哥哥 苏浅就在那里 苏宇文用手指着 顾一行看到了戴面纱的苏浅 肯定是脸上的胎脊越长越多 丑得都不敢见人了 穿着也很一般 比五年前的品位还要差 身边带跟了两个脱油瓶 这五年肯定过得惨 还好这婚退了 也不怕这丑八怪赖着他了 顾一行拉着苏宇文走到苏浅面前 一脚踹翻了苏浅做的桌子 你打的 是苏浅打的 也是苏宇文犯贱 怎么 顾三少这是要替他出头 苏浅很淡定地把两个孩子护在身后 单子墨和子盛没一个怕的 谁要敢跟妈咪动手 他们就拼命 不然你以为老子会在你身上浪费时间吗 顾一行此话一出 身后几个保镖直接过来 把苏浅和两个宝贝围了起来 不等苏浅动手 保镖已经把丽子墨和苏子盛架了起来 放开他们 苏浅之地有声 手中的拳头已经捏在了一起 可以呀 顾一行笑了笑 脚一抬 便搭在了桌子上 扒光了从这儿钻过去再服个软 就说顾爷我错了 再也不敢了 我就放了他们和你 顾一行玩心正起 两只眼睛落在了苏浅的胸前凸起 虽说这个丑八怪长得难看 但他傲人的身姿确实十分诱人 五年前他还有点兴趣的小猫 结果这个死女人一直端着 现在婚退了 但他得告诉这个女人 是他退的他 是他不要他了 就连他以后能不能有好日子过 也得看他今天这个软服的怎么样 苏浅并没有下跪的意思 他也不会给一个渣男跪 就凭他还受不起他的跪拜 只见他云淡风轻地走到顾一行面前 我可以跪 但顾三少确定你感受 苏浅的话带着威胁 顾一行直接就大笑了起来 这是他今年听过的最可笑的笑话了 五年前的苏浅就爱端着 装清高 但那时他好歹是苏家大小姐 有点利用价值 但现在呢 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 又穷又土又没地位 连大街上的狗都不如 苏浅 你真当自己是警理 谁都得喜欢你 顾一行觉得苏浅太可笑了 苏老爷迷信 我爷爷被你蛊惑 但老子不傻 今天你他们贵也得贵 不贵也得贵 来人 把这个女人给我按住 顾一行也不跟苏浅绕了 直接让人对他动手 想把苏浅安于他的胯上 让他呱呱地钻过去 像一条摇尾巴的狗一般 这时 二楼的楼梯处 李夫人走了下来 都给我住手 李夫人走了过来 今天的样会是李家 为了庆祝孙子拿奖办的 宴会还没开始变闹成这样 李夫人自然要出来制止 她淡淡地看了一眼 大面纱的苏浅 倒是不认识 又看了眼顾一行 谁不知他是个 风流成性的公子哥 他与苏浅之间有什么瓜葛 李夫人并不想知道 但在李家的宴会上 闹事而却不行 顾三嫂 今天是李家的宴会 来的也都是江城 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不管你跟他有什么恩怨 还请你们在宴会结束后 自己找地方处理 李夫人发了话 顾一行自然要给面子 否则也说不过去 至于苏浅 也只能再找机会 让他好看了 这时 苏宇文却插了话 他笑眯眯地对李夫人说 夫人 你方才也说了 今晚的宴会来的 都是江城的人物 但苏浅刚回国又没人脉 我想他根本没收到 夫人的请柬吧 这种人怎么配参加 李家的宴会 夫人是不是该 让人把他扔出去呢 苏宇文断定 苏浅没有请柬 苏浅确实不在宴请名单中 他的请柬也是 连连帮着弄到的 请柬上不是苏浅的名字 若是现在拿出来 只会脸上不好看 所以苏浅并不打算拿出来 啊 竟有此事 李夫人看着苏浅 这位小姐 如果你真的没有请柬 那我只能请你出去了 夫人 我确实没有 但谁说必须要有请柬 才能参加 要不是苏浅今天不方便 她戴着面纱 怕是李夫人得亲自迎她 苏浅的话还未讲完 苏宇文便迫不及待地插了嘴 果然被我说中了 你是混进来的 李夫人 我看苏浅居心叵测 怕是早就知道李家要办宴会 才故意混进来的 她哪是来参加宴会的呀 她根本就是来找男人的 夫人还不知道吧 苏浅五年前就跟老男人上过床 离了男人的跨就活不了呢 苏宇文正得意着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 讲出苏浅的丑事 就算她回来了又如何 还不是一样被人唾弃 苏浅脸上始终保持着淡然的笑意 她抬了抬手 不经意地撞了撞手腕上的金手镯 是吗 那不知李夫人是会让我出去呢 还是会让你滚呢 苏浅回眸 看着李夫人 夫人 李夫人已经注意到了苏浅手腕上的金折子 是她三年前在国外的时候送给挨押医生的 为了感谢挨押医生的救命之恩 自那以后便再没见过 但李夫人一直记着这份恩情 没想到恩人今天竟然都满了 她却眼珠到没认出来 真是该死 李夫人立马放低姿态 连着与苏浅对话都变得低他意的 出于对苏浅的尊重 恩公来了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 我也好亲自招待才是 不必 我一向不喜欢高调 苏浅淡淡地看了一眼苏宇文 若不是她 苏浅真不必这般高调 恩公请坐 随我去做主坐吧 真是怠慢了 您别往心里去 李夫人一个劲儿地道歉 无碍 苏浅坐了下来 被李夫人封为上宾 顾一行和苏宇文都傻了 李夫人这是什么操作 一口一个恩公的 苏浅怎么跟李夫人搭上线的 这位李夫人可是贵妇圈里出了名的南产部奖礼 她在苏浅面前倒是有礼数起来了 李夫人 苏宇文喊着 李夫人不耐烦地走了过来 李夫人 我不知道你为何会叫苏浅恩公 但她的话你千万别相信 我跟她从小就认识 最清楚她的为人了 你别被她骗了 李夫人对苏宇文越来越反感 苏小姐什么都没讲 倒是苏二小姐 背后讲人坏话可不是什么大家闺秀该做的 看来我这小小的样会也容不下苏二小姐了 请回吧 李夫人说道 苏宇文 顾三少 麻烦你也离开吧 李夫人同样让顾一行走 这是连顾家的面子也不给了 搞得顾一行现在特别没有脸面 气得她直接转身 对了 李夫人又补了句 顾三少选择女人的眼光可真差 我要是你 肯定不会放弃优秀的苏小姐 与你身边这位 李夫人眼中对苏宇文的权势嫌弃 这样的她根本没办法与苏浅相比 简直是与你之别 顾一行气冲冲地走掉了 一行哥哥 一行哥哥 你等等我 苏宇文追了出去 顾一行直接甩开了她 死你人 害得她今天晚上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 一行哥哥 一 苏宇文气得直跺脚 该死的苏浅 等着 我一定要让所有人看到你的丑面目 苏宇文没有离开酒店 而是再一次晃了进去 准备对苏浅下手 酒店里 宴会已经开始了 苏浅带着面纱坐在主座 历景成和历子墨坐在她的对面 林林带着苏小生坐在里主坐很远的位置 防止与丽景成遇上 苏浅的注意力一直在女儿身上 她看着丽景成帮子墨加财 看着子墨挑食得令人头疼的样子 看到丽景成特别有耐心地哄着她 这些苏浅都看在眼里 她很羡慕丽景成可以每天陪着子墨 也羡慕他们之间的感情 这些都是苏浅不曾拥有的 也是她亏欠子墨的 这时 苏宇文扮成服务员的样子 戴着口罩 端着汤走了过来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苏宇文学着服务员上菜的样子 站在苏浅的旁边上菜 她当然不是真的来体验当服务员的 而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扯掉苏浅脸上的面纱 让所有人看到她奇丑无比的鬼样子的 苏宇文放下汤的同时 故意打翻了苏浅的茶杯 杯子里的水倒在了苏浅的衣服上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苏宇文假装道歉 手忙脚乱地在苏浅衣服上擦 同时在一把扯掉苏浅脸上的面纱 丑八怪 让整个江城的贵公子们都瞧瞧你这张脸有多丑吧 苏宇文正得意着 这时 下一秒 苏宇文得意的表情骤然消失 她看到了苏浅的脸 并不丑 而是美得让人羞愧 直接把她给吓傻了 这真的是苏浅吗 真是那个丑得让人想吐的丑八怪吗 她脸上的胎肌为什么没有了 皮肤细滑雪白 美得不可放物 等等 上次在酒店大堂 那个带小男孩的女人 她就是苏浅 苏宇文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苏浅一直在耍她 同样震惊的不止苏宇文 还有在座的所有人 大家都以为面纱下是一张很普通的脸 却不想 这张脸美得让人心动 而此时的丽锦诚更是震惊 因为这张脸她太熟悉了 她利用苏浅的脸编了一个爱情故事 出来骗子墨 在子墨的心中 这个女人就是她的母亲 丽锦诚从没想过这张脸 从照片上变到了现实 此时就在她眼前 这时 苏浅却一把抓住了苏宇文的手腕 没看到我丢脸 是不是很失望 哎 苏浅的手抓得很紧 弄得苏宇文很痛 她要对付苏宇文太简单了 方才故意行在时 她便没太计较 因为苏宇文从不是她的目标 不 不 不可能 你不是苏浅 你明明是个丑八怪 你满脸的胎记呢 哪去了 你早就变美了 为什么还要戴面纱 苏浅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故意在这儿等着我 你一直在算计我 苏浅一把甩开苏宇文的手腕 你也配 李夫人带着人走了过来 直接让人把苏宇文带了出去 并且向苏浅道歉 苏小姐 你衣服脏了 要不跟我一起去换身衣服吧 苏浅的目光却正好 于丽景城对视上了 她看她的眼神很复杂 苏浅说不出来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但第六感告诉她现在该走了 不必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还有事 就不打扰了 苏浅说 那我送你 不必 苏浅一边走一边给林林发消息 让她先带小盛离开 今天晚上让小盛住林林家里 怕是丽景城会去查她住的酒店 已经不安全了 林林带上苏小盛从酒店后门离开 苏浅一个人往前门走 她在酒店门口站了话 以为丽景城会来找她聊子墨的事 但她并没有追出来 这倒是与常人的作风不一样 苏浅便打车先回了酒店 车里 丽景城高贵地坐着 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猜不出她在想什么 但子墨坐在爸比身边却被她冷到了 爸比 子墨伸手 拉着爸比的一脚 莫莫 你们是不是早就见过了 丽景城问 高智上的她怎么会猜不到呢 难怪子墨突然就爱学习了 还说酒店的菜好吃 原来是为了去见那个女人 爸比 丽景城很严肃 我要听实话 好吧 只能承认了 我确实私下去见过妈妈 因为她是莫莫的妈妈呀 就算爸比和妈妈有误会 但她是莫莫的妈妈 爸比不会阻止我和妈妈相认的 对不对 莫莫 你 事情并不像子墨想得这么简单 若苏浅知是她的妈妈 莫莫莫 莫莫莫不会阻止她们见面 但问题是子墨和她根本就不是母女 家里的所有关于那个女人的照片 都是她披上去的 现在莫莫莫在怀疑那个女人 突然出现的用心 怕是并不单纯 爸比 我知道你生妈妈的气 你不想见到妈妈没有关系 但是莫莫真的好想妈妈 我不想每天都看照片了 子墨说得好委屈 她只是想妈妈呀 所有人都有妈妈 莫莫也要妈妈 这个愿望很小的呀 莫莫 你 算了 莉锦晨没有跟女儿在这件事情上继续争下去 因为不会有结果 她也理解子墨想要妈妈的心思 她先带子墨回家 然后再让助理去查了今天那个女人 十分钟后 苏浅的资料出现在了莉锦晨的手机上 苏家大小姐 五年前被苏老爷赶出家门 离开江城整整五年 且与顾家三少爷有婚约 莉锦晨往后翻 资料上有苏浅暂时住的酒店 正是子墨喜欢去的那一家 看来跟她猜想的不谋而合 酒店 叮咚 叮咚 苏浅刚洗完澡 身上穿着白色的浴袍 包裹着的是她那傲人的身姿 她去开了门 玲玲 站在门口的人并不是玲玲 她可比玲玲高大多了 气场也强大的吓人 苏浅 莉锦晨在确认她的身份 苏浅也没想到莉锦晨大晚上会找到酒店来 看来她是先把默默送回家再过来的 我是苏浅答 接下来 是莉锦晨霸道的发言 长话短说 我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苏小姐私下与我女儿见面的事情 我不管苏小姐接近默默有什么目的 希望以后都不要有了 小朋友没有分辨能力 如果苏小姐想通过默默得到什么 那请你收起你的心思 以后也请苏小姐不要出现在默默面前 在来的路上 她认真地分析过苏浅的行为 首先 在她并不知道她用她的照片辟图的前提下 正常人是不可能一次两次与默默见面的 何况默默一口一个妈妈 她都不解释 已经说明别有用心了 她有什么心思立井成不想猜 但若是敢利用她的女儿 便不可以 苏浅双手环抱 靠在门上 与江城最有钱最有手段的男人站在一起 她并未表现出一丝的害怕 利总是根据什么判断我别有用心的 万一我只是单纯地觉得你女儿可爱呢 下一秒 高大的利景成往前走了两步 如一座威严的高山 俯视着苏浅 把娇小的她抵在门上 修长的手指捏住苏浅的下巴 说话间透着很利 我不需要你觉得 记住我今天的话 苏浅懒散地靠在门上 并无害怕的意思 谁对谁居心叵测还不清楚呢 说不定下次见面会是利总主动要求呢 那谁知道她会不会啪啪打脸呢 利景成捏住苏浅下巴的手更用力了几分 这个女人 面对她不但不害怕 倒是敢反客为主威胁她 利景成一把推开苏浅 高大的她转身而去 走路带风 很酷很拽的背影 她懒懒地靠在门上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有意思 苏家别墅里 苏老爷已经能正常行走了 正在客厅与苏夫人商量散财的事情 最后决定捐一所希望小学 再资助几个贫困的大学生出国留学 爸 妈 苏宇文哭哭啼啼地回来了 他是被李家的佣人嫁回来的 随行的还有李家的张管家 张管家把苏宇文交到了苏老爷和苏夫人的手里 张管家 这是为何呀 小文不是去参加李家的宴会了吗 按理说该是贵宾才是 怎么会被李家的人嫁回来 眼上还受了伤 张管家把李夫人的原话带了回来 苏二小姐在李家的宴会上得罪了夫人的重要贵宾 夫人交代了 望苏老爷好好管教自己的女儿 还有 取消李氏与苏氏的所有合作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张管家 小文海小只是个孩子 难免会孩子气 我们会教训他 但也不能因为这种小事两家的合作都取消吧 我们两家可是合作了这么多年 你看这 苏老爷急了 苏家本来就越来越穷 已经从江城的富豪榜掉出前50了 若是连李氏的合作也取消 以后怕是谁见到苏家都能涂两口唾沫 气得苏老爷胸口直疼 这是李夫人的意思 我只是个传话的 既然话已带到 那我就回去了 张管家带着李家的庸人先出去了 下一秒 苏老爷的脸直接垮了下去 冲着苏宇文吼道 给我跪下 给我跪下 苏老爷吼 气得他浑身直抖 血压蹭蹭往上窜 苏宇文跪在爸爸面前 但他也委屈啊 李家的样会你也敢闹事 老子好吃好喝供着你 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败家玩意儿 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 苏老爷抬手就要往苏宇文脸上抽 苏老爷一向事前如命把亲情看得淡 所以当初才会听了算命的话 苏浅那个扫把心进家门 结果五年前苏浅干出那种事情 他毫不客气地把苏浅赶走了 以为赶走扫把心好运就会来 没想到这五年来苏家一日不如一日 现在顶多算狗言残喘 结果苏宇文还敢四处得罪人 害得苏家丢了李氏的支持 苏老爷现在觉得亲生女儿 比苏浅更像扫把心 老爷 苏夫人拦住了苏老爷 宇文也不是不懂事的孩子 你怎么不听听他的解释呢 宇文 快告诉你爸爸 今天为何要在李家的宴会上得罪人 苏宇文一边哭一边解释 妈 不是我故意要得罪人 我是被苏浅算计了 苏夫人听着糊涂 怎么又跟苏浅扯上关系了 苏宇文继续解释 李夫人的重要客人正是苏浅 我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手段 攀上了李夫人这层关系 但今天在样会上 真不是我故意惹事 是苏浅给我难堪 妈 苏浅还在记恨五年前 被赶走的事情 她这次回来 就是专门来对付苏家的 妈 你看我的脸 就是被苏浅打的 妈 女儿好委屈 我好痛 呜呜呜 苏宇文哭了起来 原来是这样 还有 前几日来家里给爸爸看病的 也不是什么专家 就是苏浅 她故意假扮专家来家里 给爸爸看病 还弄得满手是血 她就是故意的呀 她明知道苏家现在落寞了 还让咱们散钱 这分明就是想毁了苏家 把咱们推向深渊呀 竟然有此事 宇文 你确定是苏浅吗 苏夫人问 苏宇文非常确定 苏夫人把苏宇文扶了起来 让佣人先带她去楼上上药 苏夫人在好好地做苏老爷的工作 她轻声细语地说着 老爷 刚刚宇文的话你也听到了 苏浅一走就是五年 这个时候回来 恐怕真是冲着苏家来的 咱们不得不防呀 苏老爷用手捂着胸口 就凭那个扫把心也对付得了苏家 就算苏家在落寞 还能看他的脸色不成 苏老爷嘴上这样讲 但自从五年前赶走苏浅后 苏家一直倒霉 他心里多少有点阴影 找人去查查苏浅 看看他这五年在国外做了什么 回江城有什么墓的 苏老爷吩咐 好 这就让人去查 苏夫人应声 酒店 苏浅在和苏小盛开视频 林林也在 本来是担心苏小盛 在林林家里住着不习惯 但现在看来苏浅不用担心了 他到哪里都是一样的 只要有一张书桌 可以提供学习就可以 姐妹儿 丽总没为难你吧 林林问 没有 苏浅说 只是放了些狠话 算不上为难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要不搬过来跟我一起住 林林问 不行 苏浅若是和苏小盛住在一起 只会暴露得更快 现在才刚开始与丽谨成博弈 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暂时还需要你帮我照顾小盛 苏浅说 没问题呀 林林非常愿意 巴布的苏浅直接把苏小盛送给他呢 不用生孩子就能拥有一个天才宝宝 捡大便宜了呢 那你呢 一个人住酒店吗 林林问 是的 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不过苏浅恐怕也住不了多久的酒店了 苏浅挂了视频电话 他给国外的研究所的助力打了电话 研究所是苏浅办的 他现在远在江城 暂时把研究所交给助力打理 浅浅姐 你终于想起我来了 还以为你去了江城就不要我了呢 呜呜呜 苏浅无语地摇头 正经点 有要紧的是让你办 助力秒辨正经 浅浅姐请吩咐 帮我以研究所的名义联系丽谨缠 他的女儿要做心脏手术 你就说我感兴趣 可以免费给孩子做手术 苏浅说 助力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儿 浅浅姐怎么还上赶着 浅浅姐 其实前两天 丽景臣的助力就联系过我了 对方愿意花天价请你做手术 但我觉得风险太高 传言丽景臣并不好相处 若是手术成功还好 但若是出一点点意外都是麻烦 所以我才退掉了 没想到浅浅姐你会感兴趣 助力旺旺旺没有想到 毕竟浅浅姐到处是家产 她有钱有能力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实在没必要挣这点钱弄一身麻烦 苏浅真的会谢 你去联系吧 苏浅说 这个手术她必须亲自来做 才能最大可能地保证子墨的安全 换成任何一个医生她都不放心 好 助力应声 对了浅浅姐 你什么时候回来 大家都超想你 再说吧 研究所一切正常吧 苏浅问 都正常 除了大家太想你之外 苏浅挂了电话 她没有睡觉 而是在看医术 在拿橘子练手 外科医生手吻非常重要 每天晚上她都要练好久 一日 丽家别墅里 丽子墨被爸比关在了家里出不去了 可她想见妈妈呀 见不到妈妈她会死掉的 小小姐 丽总吩咐过 如果我们敢放你出去就通通滚 小小姐 你别再闹了 乖乖听饭饭好不好 小小姐 要是丽总知道你一整天都不吃饭 她得多生气 拜托你吃一点好不好 仇然 子墨拿绝食威胁爸比 小小的她饿了一整天了 本来身体就不好 还闹绝食 光当一声 丽子墨小朋友突然倒了下去 小小姐 小小姐 不好了 小小姐晕倒了 快来人呀 赶紧给丽总打电话 丽氏集团 高层会议室里 丽景臣穿着正装 威严的他如古代的帝王一般 会议才刚刚开始 这时 放在桌子上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是家里打过来的电话 喂 什么 丽景臣的脸直接沉了下去 扔下会议室所有的人 直接走了出去 众人早就习惯了 肯定是丽总女儿的事情 除了他 还能有谁能让丽总放着重要会议不开 直接走掉的 这位小小姐上辈子不知道做了多少好事 这辈子的抬头的真精准 医院里 丽景臣赶到了 子墨躺在病床上 床前站了好几个战战兢兢的庸人 听到丽景臣的皮鞋声后 没有一个人敢抬头的 怎么回事 丽景臣问 庸人们不敢滋生 大家都了解丽总的脾气 只要跟小小姐有关 他便特别暴躁 说话 都哑了吗 其中一位庸人颤颤巍巍地说着 小小姐想出门 但丽总早上走的时候交代过 不可以让小小姐出去 他便 绝食 不吃东西 丽景臣 他是说过不能让子墨出门 但他不吃饭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告诉他 都给我滚 庸人们全部退了出去 丽景臣坐在床头 看到脸色苍白的子墨 就像五年前在家门口捡到他时一样 那时他也特别憔悴虚弱 是他这些年精心照顾 才一点点地长成现在这样 子墨就是他的心肝 这丫头 竟然敢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妈妈 妈妈 半梦半醒的子墨 拉着爸比的手在喊妈妈 他只是和其他小朋友一样 想要妈妈而已 生病的时候也想有妈妈陪 丽景臣的眉头拧在了一起 他没想到子墨对那个女人的爱这么深 默默 子墨睁开了眼睛 爸比 好些了吗 子墨点头 丽景臣把小小的他扶了起来 靠在自己滑里 爸比喂你吃饭饭好不好 以后不可能用绝食吓唬爸比了 他真的被吓坏了 爸比 我想妈妈了 你能让妈妈过来看默默吗 生病的子墨瞧着便让人心疼 他眼巴巴地望着爸比 眼神让人心碎 但丽景臣是个大人 他有正常人的思维 是他对女儿撒了话 看到子墨这个样子 他更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若是再继续骗他 才是害了子墨 他很忙 看起来也不像会照顾人的样子 爸比来照顾默默就可以了 丽景臣打开保温瓶 拿着勺子喂子墨吃饭 他淡不张嘴 小丫头性子很倔 还在拿爵食威胁爸比 子墨也知道这样做不对 会伤了爸比的心 但他真的想见妈妈呀 丽景臣的耐心在流失 是不是不管爸比怎么哄 你都不吃 我要妈妈 好 丽景臣放下了保温瓶 不想吃就不吃 饿着 高大的他被小丫头气的脑壳头 直接关上门出去了 但没有走开 而是暗中观察一个人 坐在床上的子墨 瞧着瞧着 他又心软了 半小时后 叮咚叮咚 苏浅开了门 暗门铃的是丽景臣 倒是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 昨天还说让苏浅离得越远越好 今天他就打脸了 苏浅笑了笑 双手环抱 娇有兴致地看着丽景臣 是什么风把丽总吹来了 我记得昨天晚上你还警告我 让我识笑一点 现在看来 倒像是丽总在纠缠我哦 苏浅故意把脸往前凑了凑 丽总该不会是对我有什么企图吧 苏浅原话还给他 他与他的距离很近 别说 这男人长得还挺好看的 提赋比女人还好 现在有空吗 丽景沉问苏浅 他有空 但又凭什么跟他走 丽总约女孩子的方式一向这么直接嘛 苏浅懒懒地看着他 他知道丽景臣心情不好 找他肯定有重要的事情 但偏偏呢 他越是着急 他越是想逗逗他 还挺有意思的 下一秒 高大的丽景臣直接把苏浅扔肩头 看着把他抱进了卧室里 苏浅 丽总 你 丽景臣把苏浅放在床头 衣服脱了 这么着急 与苏浅调查的资料不符合呀 传言他不是不济你色 对你人毫无兴趣吗 下一秒 丽景臣便从衣柜里扔了一条裙子给苏浅 愣得做什么 给你两分钟把衣服换好 原来是要带他出去 丽总不出去 我怎么换 还是你有看女孩子换衣服的癖好 丽景臣沉着脸 走了出去 苏浅换好衣服出来时 丽景臣已经帮他把包包拿好了 出门要穿的鞋子也提前摆在了门口 这服务 苏浅笑了笑 丽总不会对所有女孩子都这么主动吧 他又拿他开玩笑 苏浅刚把鞋子穿好 丽景臣便抓住他的手腕 直接把人带走了 他走得很快 因为着急 苏浅硬生生被丽景臣拽着走 最后被他塞上了他的车 丽景臣亲自开车 车速快得吓人 全程他没讲一个字 苏浅也没问 直到车停在医院门口 苏浅才知道他是要带他来医院 苏小姐 浅 丽景臣亲自帮他开车门 因为他真的赶时间 苏浅没有马上下车 而是双手环抱 懒懒地躺在车里 还以为丽总要带我去开房呢 看来你约会的方式都与普通人不同 倒也是别出心裁 丽景臣只觉得这个女人好烦 话好多 他不耐烦地伸手 直接把苏浅从车里拽了下来 拉着他去了VIP病房 这是苏浅不与他开玩笑了 因为他发现这个男人特别无趣 根本不会笑的 明知故问 丽景臣说 子墨已绝食逼我 他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若是你能让他乖乖吃饭 我可以给他一些好处 但仅限于钱财方面的 不等丽景臣讲完 苏浅直接推开门跑了进去 丽景臣要早说是子墨绝食生病了 他肯定衣服都不换 直接往医院跑 但当苏浅抱住子墨后 他又反应了过来 不能在丽景臣面前表现出母女情深 女儿现在还不是他的 得克制 妈妈 嬷嬷好想你呀 傻丫头 想妈妈可以打电话 可以去找我 但如果不吃饭额出病了 难受的可是你自己 以后不可以这么做了 知不知道 苏浅轻抚着子墨的头 哎 子墨乖乖点头 丽景臣走了过来 他看到女儿跟陌生女人亲近 他们关系似乎比他和女儿还要亲近 他心里是吃醋的 很不高兴 但为了让子墨高兴 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默默 你闹也闹了 人也见到了 现在是不是可以吃饭了 丽景臣问 子墨乖乖点头 对不起 爸比 默默让你担心了 下次不许再犯了 丽景臣表面严肃 但心里根本不是默默的气 他从小就缺乏母爱 渴望母爱 是他这个做爹的没把他照顾好 也怪哪个只管生不管养的女人 最好不要让他见到她 不然 他定要 爸比 抱抱 子墨抱了抱爸比 妈妈 抱抱 子墨左手搭在妈妈身上 右手搭在爸比身上 他同时抱住爸比和妈妈的感觉真的超级的好 如果爸比和妈妈能一直陪着他 永远在一起就好了 子墨松开爸比和妈妈 分别拉着爸比和妈妈的手 把妈妈的手放在了爸比的手心里 他希望爸比和妈妈也能相亲相爱 就像现在这样 他生病的时候 爸比和妈妈都会守着他 丽景臣的手很大 完全把苏浅的手包裹住了 丽景臣 苏浅 两个大人都好别扭 苏浅害羞地把手抽走 莫莫 妈妈喂你吃饭吧 子墨拍手叫好 好呀 好呀 不过妈妈 你的脸好红哦 是因为爸比拉你的手害羞了吗 乖 张嘴 苏浅拿着勺子 一勺一勺地为子墨吃饭 苏浅知道子墨挑食 昨天在李家参加晚宴时 他便瞧出来了 所以苏浅故意为一些子墨不喜欢 但又对身体好的菜给他吃 还以为子墨会土掉 苏浅连教训小朋友的大道理都准备好了 结果没用上 子墨全部都吃掉了 一边的丽景臣越看越生气 墨墨 你不是不喜欢吃青菜吗 丽景臣问 平时他喂你而吃饭 他可是一口青菜都不吃 因为妈妈喂的青菜是香搭 子墨用小手手指着碗里的菜 妈妈 我还要吃 好 苏浅继续喂着 丽景臣的脸却是直接垮了下去 意思是他喂的菜就是臭的呗 很难吃呗 气得丽景臣重重地坐在沙发上 腿一敲 倒要看看苏浅喂的饭有多香 妈妈你晚上可以留下来陪我吗 子墨问 他还从来没有和妈妈睡过觉 苏浅当然没问题 不行 坐在沙发上的丽景臣直接否定掉 把这个女人叫过来 为子墨吃饭已经是他最大的限度 现在饭也吃了 子墨的病情也稳定了 他不可能再做出别的让步 为什么妈妈不可以陪我 子墨问 因为他不是子墨的妈妈呀 丽景臣暂时没办法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但他这么做都是在保护子墨 妈妈 子墨可怜巴巴地望着苏浅 真的不能留下来陪墨墨吗 苏浅一脸心疼地看着子墨 他当然想留下来陪女儿 但也不得不考虑丽景臣的感受 他现在也没正式与女儿相认 留下来确实不合适 苏浅只能说 只要默默乖 妈妈等你出院后 带你出去玩一整天 好不好 但默默接下来要乖乖养病 并且答应妈妈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可以不吃饭 苏浅一边说话 一边看丽景臣的脸色 这应该也是他可以接受的方案 好吧 子墨只能答应了 不然连跟妈妈出去玩一天的机会 都没有 那妈妈可以再陪默默待一会儿吗 我想听妈妈讲故事 好呀 默默想听什么故事 子墨从枕头底下拿了本故事出来 苏浅抱着女儿 很温柔地给她讲故事 坐在沙发上的丽景臣 始终对苏浅提防着 她不相信一个女人 会无缘无故对子墨好 肯定别有用心 病房外 江小彤来了 她听说子墨住院了 刚好结束了今天的拍摄 便过来看看子墨 当然 她更重要是来看丽景臣的 江小彤推门进来了 映入她眼帘的是坐在床上的丽子墨 以及给她讲故事的苏浅 这个女人 不是那天在酒店见到的那个女人吗 丽景臣家里相册上的女人 原本只是丽景臣为了洪子墨 开心虚构出来的人物 怎么现在却在陪着子墨 江小彤大脑快要失控了 她开始分不清楚 到底眼前这一切是假的 还是丽景臣家的相册是真的 墨墨 江小彤提着水果走了过去 看阿姨给你带什么了 都是你爱吃的 江小彤把水果放下 伸手去摸子墨的头 但被子墨避开了 子墨不喜欢江阿姨 才不要被她摸呢 而且现在妈妈回来了 子墨只需要待在妈妈花里就够了 她不需要江阿姨的假惺惺 江阿姨爱的只是爸比和她的钱而已 墨墨 你上次不是说想去听演唱会吗 看阿姨给你带什么了 演唱会的门票 等你好了 阿姨带你去看 好不好呀 江小彤拿了两张演唱会门票出来 她一直在投其所好 知道子墨喜欢 子墨也确实喜欢 但她有原则 不会背叛自己的妈妈 所以没有接受 而是对苏浅说 妈妈 我困了 想睡觉 苏浅和上故事书 把子墨放好 盖好被子 子墨一直拉着苏浅的手 妈妈 你可以等我睡着了再走吗 好 苏浅答应 子墨又对坐在沙发上的丽景臣说 爸比 你可以过来一起陪默默吗 子墨的小心思太明显了 她在排挤江小彤 好 丽景臣走过去 和苏浅一起坐在床头 守着子墨 爸比 妈妈 默默爱你们 子墨乖乖地闭上眼睛 睡觉觉了 江小彤 请问 她算什么 子墨一口一个妈妈 叫的却不是她 还亏她这些年处处讨好 眼前这个女人做了什么 她不过是一直存在照片上的人 凭什么突然跳出来 抢属于她的东西 别忘了 丽子墨接下来之所以能做心脏手术 是因为她找到了匹配的心脏 江小彤很不高兴地看着丽景臣 景臣 她明明就不是子墨的妈妈 这个谎言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丽景臣沉脸 默默要休息 你没事就先回去吧 她不让江小彤乱说话 尤其是在子墨面前 可是景臣 哇 我让你出去 丽景臣的脸色很不好看 江小彤没办法 只能出去了 病房里 子墨已经睡着了 苏浅的手被拉得好紧 怕子墨没有睡熟 便多做了话 刚才那位小姐是丽总的女朋友 苏浅问 丽景臣没答 但她的反应足够说明一切 她应该很在意我的出现 其实我与丽总本就没什么 丽总不去向女朋友解释吗 苏浅又问 没什么可解释的 丽景臣说 她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行 解不解释是她的事情 与苏浅无关 子墨已经睡着了 她的手慢慢地松开了苏浅的手 她也该回去了 今天的事情多谢苏小姐 你想要多少钱仅管填 但你刚才答应子墨的事情 我希望苏小姐改天找机会推掉 丽景臣拿了一张空白支票给苏浅 她不喜欢欠别人的 苏浅笑了笑 原来丽景臣以为她是为了她的钱呀 苏浅接过丽景臣手上的空白支票 丽总还真是出手大方 是不是真的我随便填都可以 那她就填几千亿好了 丽景臣的眉头拧在了一起 果然 这个女人接近默默就是为了她的钱 以前有不少女人为了她的钱 都用了苏浅一样的手段 一张支票便释出了她的贪得无言 下一秒 苏浅便把支票插进了丽景臣的西装内衬里 但我对钱还真没什么兴趣 丽总有钱还是留着自己慢慢花吧 苏浅转身 丽景臣 不是为了钱 那她是为了 等等 丽景臣叫住了苏浅 子墨醒后有可能会再找你 苏小姐留个电话吧 苏浅回头 随手聊了撩头发 站在灯光下的她美得不可放物 丽总连让女孩子的电话都这么会找借口 苏浅又在拿她开玩笑 她不是谁的玩笑都开 但就觉得开丽景臣的玩笑很有意思 谁让她总板着脸 下一秒 丽景臣一把抓住苏浅的手腕 把人拉到她的滑中 我对你不感兴趣 她的手伸进苏浅的包包里 拿出苏浅的手机对着她的脸扫了扫 修长的手指在苏浅的手机里存上了她的电话号码 被注视默默罢笔 整个输电话号码的过程不到一分钟 苏浅被她双手圈在滑里 却觉得这一分钟十分漫长 丽景臣鼻尖吐出的气息扑打在苏浅的脸上 爱爱中透着暧昧 竟是成熟男性的专属气息 躺在病床上的子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再偷看 小小的手笑了起来 爸比在抱妈妈呢 他们好搬配哦 子墨偷偷用她的电话手表拍下了这一幕 真好 希望爸比和妈妈能墨镜重圆 重新在一起 医院外面 江小彤在等苏浅 苏小姐 聊聊 苏浅能看出江小彤的动机 可以 两个女人去了医院附近的咖啡厅坐下 苏小姐是聪明人 想必已经猜到我的目的了 先做我介绍一下 我是丽景臣的未婚妻 我们很快便会完婚 不管子墨对苏小姐是怎样的情感 我相信景臣对你是没有想法的 所以 还希望苏小姐的出现不要影响到我和景臣 当然不会 苏浅想要的只是女儿 看来江小姐对自己没什么信心 苏浅优雅地端起咖啡 浅尝了一口 放心吧 我对你未婚夫不感兴趣 遇见子墨也是意外 我只是单纯觉得小朋友挺可爱的 江小姐不必对我有敌意 这样便好 这时 苏浅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苏夫人打过来的电话 不好意思 苏浅拿着手机 先一步离开了咖啡厅 喂 电话里 是苏夫人的声音 浅浅呀 您回国也好些天了 咱们也一直没有遇上 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 在我眼里可一直拿你当亲生女儿看待 你现在在哪里呀 我派车过去接你 家里准备了些你爱吃的饭菜 就当是替你接风了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苏浅的人邀请苏浅吃饭 可别忘了 五年前苏老爷是怎么让人把他扔出苏浅的 当时他滑着运 下着暴雨 直接把他扔到雨里 并且让他一辈子都不许回苏家 以后在外面昏得好不好 都不许接着苏家的名声 当时苏老爷字字诛心的话 他可是一句都没忘 好呀 倒要看看 苏家的人在耍什么把戏 不过不必派车来接 我自己回去吧 苏浅挂了电话 打车去了苏家 一个小时后 苏浅出现在了苏家 他没有戴面纱 以正面目是人 他踏进苏家大门那一刻开始 耳边便是庸人们的议论声 无一不是震惊的 都在惊叹苏浅这五年的变化 脸变漂亮了 身材变好了 连气质都不一样了 虽说他穿得低调 但给人的感觉 却比穿几百万的高级定制 还要体面 浅浅回来了 在国外生活是不是很辛苦 瞧你兜售了 苏夫人热情地接待苏浅 把他带到了苏老爷面前 苏老爷依旧端着 一副一家之主 神圣不能侵犯的样子 苏老爷 好久不见 苏浅又是这句话 上次他给苏老爷做手术时 便讲过一模一样的话 当时苏老爷并没有认出苏浅 但今天他却是以真面目视人 苏老爷感受到了苏浅的敌意 也深知上一次给他治病时 苏浅故意再整他 害他动刀子的地方现在还疼 但为了与李家的合作 苏老爷今日便不与苏浅计较之前的事情 苏老爷打量了一下苏浅的穿着 当时一般除了脸上的胎肌不见了 人变漂亮之外 似乎也没变成有钱人 至于他认识李夫人 估计就是运气好 这样一想 便觉得苏浅没什么能耐 从心底里把他看清了 听说李夫人叫你恩人 苏老爷问话 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苏浅倒没与苏老爷计较 知道他这种人就算是穷死 表面上也会端着 在国外凑巧救过李夫人的命 苏老爷明白了 这样 只要你去找李夫人 保证两家正常生意往来 我可以考虑让你重新回到苏家 苏老爷认定苏浅一定会答应 毕竟他在国外混得并不好 听说还带着孩子 如果能允许他重新回到苏家寄人篱下 便是对他的恩德了 苏浅要笑死了 苏家都落魄成这样了 他回来有什么好处 苏老爷还能端得这么高 以为他真会巴巴的回来呀 我可没那本事 苏老爷太高看我了 至于苏家 我还是不回来了吧 毕竟当初可是苏老爷亲自把我扔出去的 现在回来这不是在打苏老爷的脸吗 苏老爷不是最要面子吗 苏浅 你 苏老爷直接怒了 能让苏浅回苏家继续做苏大小姐 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他还敢给脸不要脸 我呢 就是个扫把星 求命一条 苏家这样的豪门大户哪是我能进的 我也不在这儿脏苏老爷的眼了 苏浅说完 转身便走了 瞬间 他的眼神便变得很利起来 他已经不是五年前的苏浅了 从苏夫人打电话让他回来时 他便知道苏老爷的动机 他之所以能站在苏家 只是想亲眼看看苏老爷求人未果后的反应 他看到了 苏老爷很气 苏浅心里很舒服 他 苏老爷气得砸东西 砸了好多名贵的百贱 扫把星 真当他是什么东西 敢跟我叫板 苏家是落寞了 但还轮不到他在我面前嚣张 他 苏老爷继续砸 客厅里全是他的吼叫声和砸东西的声音 下一秒 苏老爷气得五胸口 直接倒了下去 嘴唇都紫了 老爷 老爷 苏夫人赶紧过去福 老爷 是不是血压又高了 来人呀 快把老爷的酱压要拿过来 快 别墅外面 苏宇文回来了 是顾一行开车送他回来的 刚才俩人在车上玩了很多花样 现在苏宇文腿还软着呢 娇羞的依在顾一行花里 一行哥哥 苏浅今天晚上在家里吃饭 你不是还要把退婚书给他吗 要不现在进去给他吧 顾一行搂着苏宇文亲了亲 不了 我看到那个丑八怪旧想吐 退婚书我改天找人送过去吧 嗯 苏宇文贴在顾一行花里 手游进他衬衣里 一行哥哥 你还想不想呀 在你家门口坐 你不觉得很刺激吗 是挺刺激的 小骚货 当顾一行透过车窗看到了苏浅 他心心念念想找的仙女 这几天都没遇上 今天竟然在苏家遇上了 下次吧 顾一行推开苏宇文 把兽从他裙底抽了出来 他下车跑到了苏浅面前 没你 好巧呀 咱们又见面了 苏浅淡淡地看了眼顾一行 眼神中尽是嫌弃 他招了招手 拦了一辆出租车 正准备上车 这时顾一行却拦在了车门处 没你 上我的车呗 你住哪儿 我送你过去 苏浅不需要 他看了眼顾一行的车 他车上还坐着苏宇文 衣衫不整的 刚才他们在车里做过什么一目了然 怕是那股胃儿还没散去 顾三嫂的车虽好 但脏 苏浅笑了笑 推开顾一行上了出租车 师傅 开车 顾一行站在车窗外 舌头抵着后槽牙 对苏浅笑着 你信不信 你早晚是我的女人 总有一天 你会乖乖爬上我的床 求着让我睡你 苏浅无语 顾三少从小是吃脑残粉长大的马 哪里来的优越感 就算全世界的男人死光了 苏浅也不可能多看顾一行一眼 出租车开走了 苏宇文整理好衣服走了过来 他挽着顾一行 一行哥哥 你认识他吗 他心里超级酸 刚才明明一行 各个手都伸进他裙子里了 就是因为苏浅的出现 他连那方面的兴趣都没有了 但苏宇文又太想嫁进顾家 眼下也只能先忍忍 顾一行把苏宇文搂在华里 心想 刚才苏浅是从苏家出来的 必定认识苏家的人 他找人打听了这么久 都没打听出他的身份 若是能从苏宇文这里知道 还怕睡不到那位美女 文文呀 刚才我看他是从苏家出来的 你爸妈应该认识他吧 要不你帮我回家问问 苏宇文甩开顾一行 一行哥哥是不是看上他了 顾一行把苏宇文拉入华中 怎么会 他哪有你漂亮 我这不是想把他介绍给兄弟们玩吗 你帮我打听打听 当真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好吧 我去问问 真乖 顾一行把苏宇文抱进了车里 继续刚才没完成的刺激游戏 苏宇文也暗暗松了口气 看来顾一行并不知道刚才的女人是苏浅 得想办法先让顾一行把婚书退回去 等他和苏浅之间彻底没了关系后 再告诉他 酒店 苏浅回到酒店后 第一时间给林林打视频 最近的一直把小盛放在林林家里 虽说林林是苏浅多年的闺蜜人也信得过 但还是怕给他添麻烦 视频里 苏小盛在帮林林做家务 他真是毫不见外地把家务活交给了苏小盛小朋友 自己翘着腿在沙发上吃水果 连水果都是苏小盛切的 姐妹 你这儿子太能干了 什么都会干 考不考虑出手 我愿意倾家当产买 林林开着玩笑 并不是他要求苏小盛干活的 是苏小盛觉得住在干妈家里 吃干妈喝干妈的 就得付出相应的劳动 你想多了 苏浅才不会卖儿子 对了 你刚才去苏家怎么样了 苏老爷是不是脸色特别差 林林八卦的心又燃起来了 谁不喜欢看打脸剧情呢 尤其苏老爷那种天生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人 晚上 苏浅说 林林直接爽到拍大腿 活该 谁让他当年在你被人算计的情况下还把你赶走 苏家明明就落寞了还在你面前装 我还听说李氏解除了与苏氏的所有合作 不仅如此 那些与李氏交好的也频频与苏氏解除了关系 现在苏老爷怕是头大的很 这时 丽锦诚的视频电话进来了 不说了 丽锦诚的电话来了 估计是默默找我 苏浅说 林林震惊 姐妹 你连丽总的电话都加上了 可以呀 进展神速呀 话说咱们丽总人中龙凤 长得帅又有钱还是你孩子的亲爸 要不你考虑考虑他呗 这样多省事儿 俩人一起抚养孩子 林林觉得 这对CP真的可以磕 姐妹儿长得漂亮身材又好 丽总又有钱还金语 他俩强强联手 帅哥于美女的搭配 简直绝呀 去此 苏浅送林林两个子 亏他想得出来 苏浅挂了林林的电话 接了丽锦诚的视频电话 妈妈 丽子墨睡醒了 他想妈妈了 巴比又让他喝好苦的药 作为交换条件就是跟妈妈通话五分钟 妈妈 默默又想你了 你什么时候来看默默呀 苏浅当然随时可以 但他却注意到丽锦诚的表情 他在暗示他 让他找理由说没空 妈妈这几天比较忙 可能暂时没办法去看默默了 默默要乖 要听爸比的话好好吃饭 早点出院 到时候妈妈去见你好不好 子墨一脸的失望 好吧 丽锦诚一直盯着手表上的时间 还不到五分钟 便在提前提醒子墨该挂了 子墨一点也不想理爸比 妈妈 我该睡觉了 晚安 好 晚安 丽锦诚挂了电话 子墨不开心地靠在床头 哼 哼 哼哼 刚刚是谁说的五分钟 你要再这样 以后休想再打电话 丽锦诚说 哼 子墨直接钻进被子里 不理爸比 墨墨 你 这丫头 越来越没规矩了 一点也不把她的话放在心里 这时 病房的门开了 是助理找她有重要的事情 丽锦诚关上门和助理去了过道里 丽总 艾亚的研究所那边来电话了 说艾亚医生愿意接受 墨墨小姐的手术 还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 具体的丽总这边与艾亚医生沟通 助理说 丽锦诚皱眉 他们之前不是拒绝了吗 怎么突然又主动联系 助理解释 之前是艾亚医生的助理拒绝的 她本人并不知道 好 电话给我 我来联系她 丽锦诚说 已经发力总手机上了 A 酒店里 苏浅刚躺下 她工作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一串没有备注的号码 但她记忆力好 知道是丽锦诚的电话 看来是要聊摸摸手术的事情 苏浅接了电话 故意压低了声线 喂 艾亚医生你好 我是丽锦诚 我的助理联系过你们研究所 我知道 助理跟我讲过了 我这边需要一份 丽总千金最新的身体检查报告 我会通过检查报告 安排合适的时间手术 需要丽总提供给我 苏浅说 丽锦诚这边没有问题 最近的检查报告她有 这样 关于手术的事情 我还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面谈吧 丽锦诚说 苏浅 面谈 真要见面了 不就掉马甲了吗 苏浅倒是不怕让丽锦诚知道她的身份 只是这么一来 多疑的她怕事会起疑心 她本就觉得她接近默默有问题 如果再面谈 她更会多想 苏浅就怕一来二去的 最后丽锦诚不让她给默默做手术 A医生这边有问题嘛 若是有任何的需要 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我都可以接受 但心脏手术关乎我女儿的性命 我希望咱们能面谈 面谈是丽锦诚最基本的要求 她不管这个挨压医生名气有多大 都需要当面考察她是否真的专业 否则她不会把默默的手术交给她 可以 我这边没有问题 苏浅只能硬下来 那就明天中午 怎么样 这么着急吗 好 丽总确定好时间地点后发给我 苏浅挂了电话 呵 一日 医院里 丽锦诚亲自为默默吃饭 她吃得很少 因为妈妈不在 所以吃什么都没味儿 但她也知道妈妈这几天不会来看自己 所以嘴上一个字不提 但全写脸上了 这时 丽夫人过来了 带了些默默喜欢的玩具 默默 芭比中午有事 现在有奶奶来陪你 要乖乖听奶奶的话 丽锦诚揉了揉女儿的头 中午她约了挨压医生谈子墨手术的事情 呃 默默没说什么 芭比走后 她很乖巧地坐在床上 自己玩玩具 默默 要吃水果吗 丽夫人问 子墨摇头 她不吃 也不想麻烦奶奶 直到奶奶不愿意来照顾她 要喝水吗 丽夫人又问 要不是儿子让她来照顾子墨 她确实不想来 但来都来了 要是不把小丫头照顾好 回头儿子还得说她的不是 不喝 谢谢奶奶 丽夫人的脸越来越沉 不管她问子墨什么 她都说不需要 这丫头越来越难自吼 默默 你这是做什么去 子墨说 奶奶 我去洗手间 我批你吧 丽夫人刚伸手去服 不了 我自己可以 子墨自己去上了洗手间 又自己回来爬上床躺好 所有的事情她都可以自己做 爸比不在 她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 何况奶奶一直不喜欢她 觉得她是扫把心 害得爸比花大量时间在她身上 耽误爸比赚钱 丽夫人 丽夫人气得直接坐在了沙发上 敲着腿给闺蜜们群发消息 活了大半辈子 还没受过谁的气 死丫头 故意给我脸色看 要不是为了景臣 我真想把她扔出去 随便找几个庸人伺候呗 丽夫人 那哪行 景臣拿她当个宝贝 要是知道我随便找几个庸人伺候 还不得跟我急 我现在就指着小丫头别作妖 别影响景臣婚事才好 酒店 苏浅换好衣服也出门了 刚走到酒店门口 便遇到了顾一行那个渣男 像条哈巴狗似的朝她走了过来 没你 原来你一直住在这个酒店呀 要出门嘛 我开车送你呀 苏浅无语 她今天没空理顾一行 便绕开了她 顾一行不要脸地追了过来 给个面子呗 不是是怎么知道我车上的味道你不喜欢呢 万一是过后你欲罢不能呢 苏浅嫌弃的眼神落在顾一行身上 我对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不感兴趣 顾三少与其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不如去找那些心甘情愿想上你车的姑娘 顾一行再次拦住苏浅 她追了那么多女人 还没一个像她这么难搞的 女人嘛 无非就是那么几种 而最常见的一种就是钱 只要愿意给他们钱花 别说让他们对你摇尾巴了 再难的姿势照样配合 说吧 多少钱你愿意跟我睡 顾一行直接开了架 苏浅笑 我看起来很缺钱的样子 苏浅现在住的酒店 一晚上十几万 她吃个早餐也得好几千 她很缺钱嘛 需要靠男人养活 你们女人不就喜欢男人的钱嘛 只要价格到位 不是随便让人玩 顾一行也懒得跟她装了 直接拿了张支票出来 一百万 跟我睡一晚 她平时睡明星嫩膜都没这么贵 这下这个女人总该乖乖跟她去开房了吧 下一秒 苏浅接过了顾一行手里的支票 但她并没有要 而是当着顾一行的面撕掉扔在了她的脸上 并且她写了一张一千万的支票递给顾一行 一千万 不需要顾三勺以身相许 只要你巴 光了跑三圈 这钱就是你的 一千万是不是很好赚 A 顾一行 头一次遇到钱不能解决的女人 反倒对方拿钱想解决她 记住 钱买不到一切 何况顾三少似乎也并不是真正的有钱人 苏浅扔下这句话便走了 顾一行原地愣了很久 她被一个女人打脸了 脸有点疼 但怎么还激起了她的好胜心呢 她要睡不到这个女人 她就是狗 高级餐厅 苏浅带豪尔麦进去了 她找了个角落坐下来 林林能听到我说话吗 苏浅正在与林林是耳脉 接下来由林林代替苏浅与丽景臣谈手术的事情 但林林是个外行 根本就不懂 为了姐妹勇敢冲冲冲的她现在非常的心虚 因为坐在她对面的是利总呀 整个江城几千万少女都想嫁的男人 她好帅 气场好强大 好与众不同呀 林林光是坐在她对面就被感压力 更别说在她面前真正有词地说话了 不接把就不错了 艾药阿医生你好 我是丽景臣 子墨的父亲 丽景臣先做自我介绍 丽总 你好 两个相互交换了名片 丽景臣把子墨的身体报告拿给了林林 这是我女儿的最新身体报告 艾药医生觉得以她现在的身体情况 能否进行手术 丽景臣问 林林笑了笑 她根本就看不懂呀 丽总肯定也是有备而来 若是在她面前表现得不专业 怕是会让她起疑 我先看看 丽总稍等 丽景臣放了放厚厚一堆的身体报告 她在丽景臣面前说话很谦卑 并没有完全带入苏浅的医生角色 而是带入了她在集团见到老总门时的样子 丽景臣已经产生了疑虑 若不是对方身份无误 她确实有理由怀疑她的专业性 如何 丽景臣问 丽景臣看了个大概 而麦里响起了苏浅的声音 她在叫林林说话 林林只需要重复就可以 听说丽总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心脏 从这份报告来看 令千金的身体问题不大 基本符合手术的条件 林林全按照苏浅的话说 但具体的 还需要我把报告拿回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丽总也知道 心脏手术是一台高风险的手术 这么做也是为了确保患者的安全 咱们谁都不希望手术出意外 对吧